无情道尊洛青芒因拒绝了天界少君宋寒灯的婚事 被师父施于了雷行 天雷降身硬是一身不坑 寒潭深处 系统忍不住吐槽 让你按照剧本走吧 偏不听 跟宋寒灯成为道理 他以后就是你的靠山 办什么事不方便 洛青芒揉了揉肩膀 脑中浮现那人百月艳的画面 吐出五个字 太黏人了 凡 系统直接无语了 就因为这个原因你就生生受了三十道天雷 洛青芒倾壳一声转移话题 那怪物会在这里出现吧 系统回到就在这处境 但仍旧忍不住吐槽宿主 有宋寒灯的捷径不走 非得去抓巴蛇做弃手 洛青芒羊起头 很好 节气大阵已设好 有人赶他进来 就别想出去 殊不知自家未婚夫正在大阵外 少君他就在里面疗伤 你一人进去万一他伤害你怎么办 宋寒灯眼神灵力 他要实相就交出我的单元 否则我要他的命 妹子本想跟上 却被张三拉住头发 人家两口子的事 你少掺和 你以为真的是天界那群老头 没事嫌的逼迫无情道尊吗 皮修乃天地孕育的祥瑞之寿 而我们少君降生时却大呼不止 天界众老怕是皮修在为天地痛苦 恐有蔑视之灾 直到百月宴上 少君扯下道尊面具 露出出生以来第一个笑容 之后就拉住人家的头发不松手 甚至拽下几根 两人头发自行结在一起 这才有了这婚约 此时的宋寒灯正朝落轻忙走去 记忆里模糊的只剩下个影子 仿佛是个清冷温柔的人 若是他来求自己 单元也不是不能给他用 胡思乱想间 却不知自己一脚踏入大阵 直到全身被困 才发现自己陷入气受结印大阵 下一秒落轻忙出现在眼前 他有些忙 这是八蛇吗 宋寒灯怒了 一声卑鄙 化为圆形 然后一爪子扑到落轻忙 还非常霸气地吼了一声 落轻忙显然没缓过谁 这是什么动物啊 没见过 反正不是蛇 自己还要抓吗 不过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好想拍照发朋友圈 而宋寒灯眼里的落轻忙 他一个大男人怎么还带发光啊 有点像食物 要不要尝一口 落轻忙眼神亮了亮 一手扶上皮修的脚 毛茸茸的 真好摸 这把宋寒灯吓着了 他嗷呜一声 竟有些慌乱 以至于他一脚踏入阵法中心 此时他内心只有两个字完了 接着就变成了白色小毛球 落轻忙一连忙 发生了什么 系统赶紧到 恭喜宿主完成首个任务 绑定武力报表金手指一枚 落轻忙抓起毛球尾巴 这到底是什么物种啊 系统科普 上古最凶残的神兽皮修 落轻忙愣住了 皮修 不是说这个世界只有一只吗 是的 这就是刚跟你分手的天界少君 宋寒灯 而且你还摸了人家的脚脚 皮修的脚可是不能摸到 此时的落轻忙彻底自闭了 要不还是毁灭吧 不想做任务了 男孩刚出生就给自己找了个媳妇 硬是拉着人家头发不放 好不容易两家人达成协议 结果媳妇不仅不认自己 还把自己捉了成了七月兽 此时系统又开始碎碎念 早听我的直接澄清不好吗 非得这样折腾 最后还不是把小皮修包回家了 如你所见落轻忙是一个穿越者 原本是个有地 拍戏出了事故 穿越到了无限世界的千里江山途中 必须攻略五个黑化大佬 只是这个宿主一点也不听话 天天就知道吃吃吃 睡睡睡 落轻忙撑起下饿 之前通道跑得太多 每天不能睡不能吃 现在当然要吃个够睡的饱 这时第二个任务也来了 请宿主前往最梦宫 解救可爱的双胞胎兄弟 落轻忙有些疑惑 双胞胎兄弟 到底哪个是我的攻略对象 系统咳了一声 两个都是 在这里我再重复一遍规则 千里江山途中共有五个天命之子 由于咳咳的原因 都有着不同程度的黑化 宿主必须用尽所有办法 降低他们的黑化质 用你的真心和咳咳换来他们的笑容 落轻忙反问咳咳是什么 系统汉言那不重要 落轻忙一脸认真 我感觉很重要 我现在和双胞胎是什么关系 系统忍不住偷笑 你现在是双胞胎他妈妈的舔狗 落轻忙只觉得脑壳疼 你被人植入过病毒吗 系统赶紧顺毛 你别冲动 完成任务就可以回家了 这多好的机会啊 这让落轻忙能不冲动吗 角色多 还扎戏 五个黑化边缘的攻略对象 真的非常好 而且这个道尊马甲面瘫 几乎做不出任何表情 还有这双腿还受了诅咒不能触底 落轻忙身无可恋 还是毁灭吧 系统狗腿倒置都是你自己抽的 手气不好不能怪我 你看你现在随便睡觉 吃再多也不怕胖 现在还有了小皮修 不仅五粒直开挂 整个三届都可以横着走还怕什么 落轻忙坐起身 这么容易被抓 应该也厉害不到哪里去 系统解释在厉害的人也架不住暗算 他好像被人吓了 落轻忙摸了摸毛球 这么可爱死了 可惜了 对了皮修属于什么磕呀 系统想了想 按你们理解的话 不是猫磕就是犬磕 落轻忙乐了 一把抱起毛球 也就是说我有猫了 无情道尊落轻忙因拒绝了 天界少君送寒灯的婚事 被师父施于三十道雷行 后又寒潭射阵抓捕七约兽八舌 不曾想抓了只大皮修 还是自己刚刚分手的 不过不管怎么说 他现在也是有猫的人了 传说皮修只进不出是真的吗 于是他将目光锁定到了毛球的尾巴 然后直接掀起尾巴就戳了上去 毛球猛的睁大眼睛 喵吾一声 羞的蹦开 落轻忙听着那叫声 脸上竟浮现一抹红韵 真的是猫 而宋寒灯则是恼羞成怒 放肆 你竟敢如此轻薄于我 下一秒便冲了过去 他一把扼住落轻忙的脖子 今天我就要替无微门清理门户 落轻忙皱起眉 这家伙小团子的时候那么可爱 怎么人形这么凶残 皮修魂术 宋寒灯只感觉一阵疼痛 他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的爪子 落轻忙转头看向他 有魂器在 我死你也得死 宋寒灯不淡定了 你要是不想你无微门血流成河 最好现在就解了这魂器 落轻忙站起身 半年为妻 为我所用 半年后解除魂器 还你单元 宋寒灯眉头一皱 你做梦 落轻忙非常淡定地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你身上有鼓毒 你硬了我 我就救你 宋寒灯一听 只觉得可笑 谁敢给本尊下鼓 落轻忙想了想 好吧 我去婚害你被三界耻笑 若是你成为魂兽的实在被人知道 估计天界的面子也不好看 如果少君答应我的请求 那么半年后我可以延场大喜 当着三界众人的面哭着喊着 求你要嫁给你 到时你再拒绝 不就把面子给挣回来了 宋寒灯愣住了 这就是传说中一心向道德无情道尊 怎么浑身上下都露出一股蛊惑人心的味道 他一把抽出佩剑 想蛊惑我 找死 落轻忙叹了口气 年轻人真暴躁 魂器飞流 接着宋寒灯就在魂器的束缚下 再次变回了小毛球 毛球炸毛了 你就这点能耐吗 放开我 是男人我们就来打过 落轻忙将毛球抱进怀里 总觉得少了些什么 又给毛球挂了的铃铛 夜晚 宋寒灯紧紧盯着落轻忙 敢暗算本尊 等我回去解了这魂器 就把你抓回去做奴仆 落轻忙突然伸出手 然后将毛球搂入怀里 少君殿下睡不着吗 这穷陵云台是够清静 就是太冷了 果然还是毛茸茸的暖和 宋寒灯再次炸毛 就连说话都不利索了 明明你一个道尊竟然害怕了 这般衣衫不整 就和陌生人同寝成和体统 第二日清晨 好温柔的木棉花的味道 这毯子好软啊 还毛茸茸暖乎乎的 落轻忙沉迷于颅猫中 宋寒灯可就不好受了 他难受得睁开眼 接着无情道尊的房间内 就传出了一声震破天际道 落轻忙刚醒来 系统便催着他赶紧加入图梦行动 目标人物生命垂危 而宋寒灯则到处找吃的 嘴里还不忘吐槽 这无为门真是穷 最后勉强找到了一些吃的 自己得想个办法离开这里 只要回到自己的灵霄店 这契约马上就能紧开 不过这道尊怎么回事 明明是他自己拒绝的 转头又契约自己 现在又举止轻浮地贴上来 到底想干什么 于是他打了个响指 然后隐去身形准备偷听 只见落轻忙道 师尊 弟子祥与众道友 一同去清剿罪梦宫 我知道你还惦记着罪梦宫的圣女 你为了他放弃与少君结为道理 实不应该 宋寒灯嘴里的金条咬得嘎嘣嘎嘣的 他算是明白了 这个老家伙竟然是因为圣女才拒绝他 落轻忙语气淡然 我早就放下了 这次弟子只是想护住他的性命 师尊有些无奈 你去看着办吧 只要不要与人冲突 不然为师怕护不住你 宋寒灯冷哼一声 他倒要看看 这罪梦宫的圣女有何过人之处 他本是天地唯一一只皮秀 堂堂的天界少君 竟然惨遭巨婚 还成了那人的契约寿 明明都同床共枕了 那人还敢自己回去 既然这样 那行啊 那就以身偿还 落轻忙为了不连累自己的便宜师傅 决定离开吴威门 还好自己这些年也存了一个小辛苦 以后的日子应该不会难过的 只是刚进屋就症着了 你在干什么 毛球理直气壮道 吃饭你看不出来吗 系统饿了一声 忘了告诉你 皮秀以金银财宝为师 罪梦宫内 圣女被钉在祭坛上 就在正道吐槽罪梦宫 连同门圣女都不放过室 洛青芒飞了过去 她拔出圣女身上的长钉 月儿 能听到我说话吗 宋寒敦吻哼一声 还月儿 真够肉麻 这边圣女哭求着洛青芒救她的孩子 孩子就在血池中 传闻无情道尊不染尘世 原来真的和魔教圣女有勾结 真是人不可暴想 宋寒敦想的则是这人在住处又懒又叫 现在却为了这个女人跳进血池 果然就是为了她才拒绝自己 其实人家洛青芒都快吐了 系统着急道别吐别吐 不然女人设就崩了 将两小孩从血池爆出 圣女强迫俩小孩拜洛青芒为师 只有她才能救你们的命 小孩皱起眉 花瓷敬 花瓷树 拜见师父 就这样洛青芒带娃之路开启 而圣女为了给众人一个交代 更是选择了自报单元 洛青芒赶紧接住她 一抹轻胃划过 宋寒登愣住了 她哭了 而众人并不打算就此了结 魔女已死 斩草出根 此时一声俱吼 长本事了 竟然敢欺负到我的人头上 天见人不淡定了 少君在夏天文洛青芒已经拒绝了您 不知他何时成了你的人 宋寒登眼神一冷 很好 会顶嘴了 你老婆不跟你是小星子 坐天坐地要分手吗 正好我今天见你们的嘴 跟这天下说清楚 洛青芒是我的人 以后谁再敢找他麻烦 别怪我刀下无情 众人不淡定了 原来他们真的是那种关系 而洛青芒显然没反应过来 我怎么就成了他的人 系统饿了一声 我猜他说的是昨天你俩睡一起了 就是你的暖宝宝 洛青芒反驳 不就是个小毛球吗 怎么他说起来这么奇怪 宋寒登转过头看向洛青芒 还不带他们回去 等一会我再收拾你 洛青芒靠近宋寒登耳朵 少君殿下 这戏过瘾吗 宋寒登脸刷得就红了 他不自在地一开视线 不停轻渴 洛青芒哼了一声 不跟小毛还一般见识 他走向两小孩子 伸出手 温柔道 走吧 师父带你们回家 这是他们这辈子听过最温柔的声音 哥哥这个人可以相信吗 不知道 不过我们没有其他选择 只能好好利用这个人 无为门内 今天小徒多亏了少君 频道在此谢过 宋寒登一脸傲娇 我就是看不过那些人欺负两个孩子 跟姓洛的没关系 洛青芒淡定地喝着茶 看着两人互吹 这边师父突然问道 阿芒既然你和殿下已经有了肌肤之亲 还说什么退婚 宋寒登很是新奇 老家伙竟然慌了 在洛青芒正想解释时 宋寒登捂住了洛青芒的嘴 那就麻烦师父修书三戒 恢复婚事 我和青芒在聊聊 带师父一走 洛青芒便发了飙 宋寒登 今日我就解了魂器 你回你的灵霄宫 宋寒登很是不爽 你以为本尊是什么阿芒 你先是退婚折我面子 又戏弄我和我定立魂寿契约 今日靠我才救了那两个小崽子 你欠我太多 他一把将人抱起 想我走 可以啊 那就用你偿还吧 不过这老家伙这么熟 这里摸着还挺舒服 洛青芒显然还没缓过神 他这是要干嘛呢 小麒麟终于和媳妇贴贴了 虽然最后被媳妇一巴掌趴了出去 此时的宋寒登正抱住洛青芒 想我走 那就以身长还 没想到这老家伙这么熟 这里手感还不错 直到洛青芒被暗岛房踏上都没反应过来 这小子干嘛 系统回到他要非灵敏 只见宋寒登一脸坏笑 洛青芒直接无语了 傲娇的小崽子 装什么霸道总裁 于是他伸出手 好啊 能与少君一夜春宵 是我占了便宜 吓得宋寒登鼻血都出来了 他连退几步 你你 竟然这么不知羞耻 洛青芒心里轻哼一声 矛头小子 一下虎就原形毕露了 不是少君殿下的要求吗 这时候打退堂姆 殿下不行了 宋寒登不淡定了 这还是无为门了无声趣的和尚吗 长得一张冰青脸 实际是个要人命的妖精 洛青芒转过身 不打算再做这个小崽子 半年之约一到 我会马上放你离开 乃至宋寒登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我想过了 你在无为门修行无情到处来 那个叉叉不满很正常 既然我们已有婚约 我允许你暂时留在我的身边 洛青芒一脸猛 你肯定在说什么鬼话 宋寒登一把抱住洛青芒 你不用掩饰了 万一你浴火焚身忍不住出去找别人 我的面子往哪里搁 洛青芒一把推开他 少君殿下你想多了 宋寒登却以为洛青芒是害羞 我都不好意思开口 于是直接贴了过去 真软 比想象的更香 洛青芒 本君允许你成为我的慈兽 洛青芒直接怒了 浑兽 神术 一巴掌将宋寒登趴飞了出去 洛青芒将小玉萍挂到树上 转头给自己便宜徒弟到以后 你们要是想母亲了 可以过来看看 哥哥直直看着洛青芒 想见她的是你 我们从出生只见过母亲两次 我知道你是因为母亲 才说我们为弟子 但我们兄弟长大 出人投地 并会加倍回报你 给你养老送中 这话直接扎了洛青芒的心 我还没打算死呢 他一把拎起地里 其实我很不喜欢小孩子 麻烦 你们也看到了 我想对你们做什么易如反掌 所以你们不用这么防备 也不用这么害怕 我既然收了你们做徒弟 就会好好把你们养大 说着将一颗糖递给哥哥 哥哥回到我不喜欢吃糖 洛青芒一口塞他嘴里 小孩子就该有小孩子的模样 以后别学大人说话 青芒小时候一直都是孤独的 父母总是吵闹 最后终于忍受不住对方 两人选择分开 然后妈妈有了小妹妹 她被送去了住宿学校 同学总是谈论自己的父母 如何如何 而她却被两人推来推去 即便发烧感冒 也不会来看她一眼 她经常想 如果就这样死在宿舍里 应该也没有人知道吧 可那天却出现了一个人 同学长得这么可爱 可别死在这 我怀里刚捂热的牛奶 你来点 那和牛奶成了洛青芒 记忆中为数不多的东西 最后她开始靠这张脸 开始跑龙套 因为明星好像有很多人喜欢 她也想要 很多人匆匆而过 她已经感受不到那种热议 既然没有人陪 那就养一只猫 但由于经常不在家 只能给猫猫找个能陪着她的主人 人生过半 她还是一个人 直到那人再次出现 黏着她一起拍戏 一起吃饭 一起去医院 她以为她从此以后 不会再孤独一人了 终于有人肯牵起她的手 但一场爆炸将她带到了另个世界 幸运的是 她拥有了黏人的魂兽 还有了可爱的徒弟 这一次她应该不会再独自一个人吧 弟弟兴奋地说道 哥哥你看 师父他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爷 怪不得他一点都不害怕我们 弟弟眼神泛光 他还是当年的样子 现在我能要他吗 哥哥晨音片刻 那得看他是否如当初一般 次日 洛青芒带着小徒弟去见师尊 宋寒灯直直地盯着他 张三表示 老头子们可是追着我问你跑哪里浪了 宋寒灯头也不回 不是他们想让我娶洛青芒吗 你跟他们说我正想办法把人弄到手呢 张三乐了 那他们应该恨不得马上把你打包送过来 赶紧生个小提羞 高冷之花应该很难追吧 宋寒灯一脸嘚瑟 你不知道他有多年我 晚上硬要抱着我睡觉 害得我都快喘不过气 还非得缠着我沐浴 甚至把家里的所有金银都拿出来给我吃 你看 这是他非要送我的迷越所 张三有些无语 殿下 你知道你现在一副不值钱的样子吗 宋寒灯一脸傲娇 说的什么话 你别看他表面冷冷清清 实际既可爱又黏人 这边洛青芒凑了过来 你在说我吗 吓得宋寒灯差点嗷呜一声 张三算是懂了 怪不得殿下会乐不思数 这绝对是他见过最亲历的佛像 他眯起眼 殿下说到尊对他的爱慕之情 恨不得时刻跟他守一处 洛青芒一听 哟 小东西还真是什么牛都能吹 算了给他点面子 如殿下所说 我确实随时随地都离不开他 特别是晚上 张三汗言了 没想到道尊这么一张高冷脸原来这么热情 其实人家洛青芒也没说错呀 抱着小毛球就如同有了电热毯加热水袋 弟弟从出生的时候就是哥哥的附属品 每天的作用就是吃好睡好 为哥哥提供大量的血液和灵力 他很想和哥哥一样学习法术 可惜有的东西在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分配好了角色 而哥哥从出生开始就背负血宅 他很想像弟弟一样能够睡觉 他已经好多年没好好睡过了 然而大人却说 你想辜负你母亲的期望 你想让你弟弟白白付出吗 他们明明是兄弟 但是却不一样 直到遇到了洛青芒 师父会教他们功课 还会给他们功法 那是他们第一次感受到一视同仁 那也是弟弟第一次能够学到法术 上集说到洛青芒给足了宋寒登面子 毕竟他也说的没错 自己的确晚上离不开他 宋寒登很是大度 那个谢谢你在张三那里说的话 就当昨晚你把我调外面的补偿 洛青芒淡然到我说过你帮我度过这段时间 就给你找回面子 如果你还想昨天一样不老实 我还是会把你挂外面 宋寒登不乐意了 洛青芒你别不是好歹 你知不知道这世上多少人想要跟我亲近 就抛开本君这张帅脸和身份 跟我接触过的人都会气运暴涨 裁员滚滚 洛青芒眼睛亮了 你还招财 宋寒登那个嘚瑟 老子可是皮羞 于是就出现了下面一幕 前来算命之人那是人山人海 不过也多亏了宋寒登的招财体质 还真有好几个有钱的 就连前来问自己狗子下落的老太太 也是隐形富豪 洛青芒看着这些精英 这些应该够吞金兽吃一阵了 而宋寒登想的确实 他也喜欢金银玉食 果然和自己一样有品味 晚上 洛青芒在寒潭想着给徒儿选什么工法 宋寒登溜了过来 他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洗澡 难道是为了引起自己注意 宋寒登心脏砰砰直跳 淡定淡定 本君什么大场面没见过 于是他故作镇定上前 道尊沐浴后来喝一杯啊 洛青芒秒句 没空 宋寒登一笑 我看你从昨天开始就四处打探工法 我这倒是有几本适合你徒弟的 洛青芒愣了下 修得一个坐起 非常豪情的说道喝 宋寒登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等着你喝多了 看你还能不能装出这副高冷的样子 洛青芒想的确实 笑话 当初为了不被那群老板占便宜 他可是拿福特加当水喝 然而三分钟后 洛青芒直接醉倒 又修得坐起 脸色挂着一丝不正常的笑 这一看就是解锁了其他奇奇怪怪的属性啊 宋寒登显然也是被吓着了 这个表情怎么和极地恶魔一模一样 当清冷道尊醉酒后 不仅玩起脱衣袖 还撩拨起小皮修 更是霸气对天道 上集说到洛青芒为了小徒弟的功法 居然和宋寒登喝酒 并表示自己以前可是把福特加当水喝 哪知这个身体不给力 居然是个一杯倒 他修得坐起身 露出一个不正常的笑容 宋寒登本能地感到害怕 他这个表情和极地恶魔一模一样 果然下一秒 宋寒登就被洛青芒扑到了草坪上 他一脸凶狠地说道 把你身上所有的小糖球浇出来 宋寒登脸一红 系统都快崩溃了 完了 宿主酒醉神经错乱 他这是哪个剧本的哪个角色呀 这边宋寒登拿出一个糖丸 洛青芒一脸怀疑 我喝多了你不要骗我 这明明是玉珠 宋寒登轻声哄骗 是糖不信你尝尝 洛青芒听话得张嘴 然后眼神一冷 我最讨厌人骗我 系统赶紧到 CUT 洛青芒顿时停下了动作 然后摇摇晃晃转过了身 修得飞上树 系统又急了 他这时又是哪一个剧本啊 而宋寒登想的则是 自己要是再让他喝酒 自己就是狗 洛青芒站在树顶端 邪魅一笑 想看我这件衣服里面穿的是什么吗 外套直接掉落 宋寒登脸又红了 这又是什么玩法 老家伙的戏怎么这么多 哪知洛青芒接着道 你还想知道我这件衣服里面穿的是什么吗 宋寒登忍不住吞咽下 就在洛青芒猛撩衣服时 系统狠狠撞向他 宋寒登眼见洛青芒不稳 赶紧伸手 将人抱进怀里 两人四目相对 就在宋寒登以为要发生点什么时 洛青芒一把捏住他的脸 二狗你放手吧 我们是不会有结果的 因为我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我的目标是干翻这仓球 宋寒登汗颜了 他真没想到老家伙 居然还有这等雄心壮志 天空轰隆一声响起 系统整个筒都不淡定了 cut cut 你别他随便惹天道啊 宋寒登赶紧抱住洛青芒 嘘了一声 这是我们得偷偷得干 别被人听到 洛青芒突然到宫廷御夜酒 宋寒登随口就到 一百八一杯 说完才发现自己刚才说了啥 而洛青芒却贴上了他 是你啊 我好想你 当清冷道尊清醒后 第一件事居然是给自家皮修做绝语 此时的洛青芒正贴上宋寒登 是你啊 我好想你 原来那是前世洛青芒和男人的口号 此时的宋寒登早已失去理智 不管了 先亲了再说 洛青芒一脸开心 你说过只要我主动 你什么都答应我对不对 宋寒登猛了 自己没说过这种话呀 难道是把自己当成了那个什么圣女的替身 这下宋寒登彻底不淡定了 他紧紧抓住洛青芒的手 你还在想他 他已经不在了 你别再痴心妄想了 洛青芒顿时委屈极了 他不在了吗 我再也见不到了吗 宋寒登见不惯他伤心的样子 你想要什么 这普天之下没有我宋寒登拿不到的东西 你想要就来求我 不管什么 我都可以给你 洛青芒眼睛都亮了 我要天上的星星 于是乎 就出现了这一幕 娘亲快看似流星 今天是啥日子 少君殿下出门散彩了 此时的宋寒登正拖着洛青芒 洛青芒一脸幸福 你真的什么都能做到 他想起前世自己不自信时 男人帮他试习 而此时的宋寒登一把推开他 你要是再这样 我就不客气了 洛青芒酒顿时醒来一大半 抱歉 我刚才醉了 宋寒登一脸傲娇 那个以后我不在 你可不能跟别人喝酒 不然咱们家的东西都被别人看见了 洛青芒有些猛 虽然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但我以后不会喝酒了 昨晚我是失态了吗 宋寒登幻笑起来 也没什么 就是吵着要干翻这苍穹 还有抱着我喊相公 还非要亲我 要不是我敌死反抗就被你得逞了 洛青芒趴的一个战器 你知道哪里有为神兽绝育的地方吗 你要是敢把昨晚的事说出去 我就让你断子绝孙 宋寒登下的打了一个寒战 你敢 那你以后的幸福怎么办 那我就只能杀人灭口了 两人正打闹时 弟子出现 道尊不好了 原来哲仙一般的道尊这么猛的吗 我什么都没看见 你们随意 洛青芒将人叫了回来 出什么事了 小弟子这才说到 叔叔和静静不小心 闯进了巴舌的囚龙 现在生死未卜 洛青芒来到摇池禁地入口 不顾世界阻拦 直接冲了进去 系统我的任务目标危险了 你怎么都没声音 死机了吗 警报警报 任务目标极度危险 显然系统野兽宿主最久影响 刚刚清醒 他们在那里 洛青芒赶紧抽取盲盒 不管了 救你的皮卡丘 眼见巴舌就要吃掉小徒弟 洛青芒拿起盾牌就顶了上去 快跑 弟弟拉着哥哥躲在远处 我说了不要冒这种险 现在你满意了 哥哥一脸淡漠 不装了 不是是怎么知道 他是不是虚情假意 你不会针对他起义了吧 弟弟凌厉汇举 我不管 他是我的 不管真情还是假意 我都要他 哥哥按住他的手 别冲动 会暴露的 这时宋寒灯出现 闭口咬住巴舌 洛青芒刚要说什么 就背部一阵刺痛 不会吧 居然这个时候 下一秒洛青芒的神魂 就来到了系统世界 叮咚 第三个攻略对象出现 请宿主抽取新的身份 洛青芒郁闷了 现在抽身份 我刚才抽了一张西欧卡武器 你说我连抽两张的几率有多少 我都不用想 几率为零 现在只能破罐子破摔吧 叮咚 恭喜宿主获得新身份 灯奴阿青 又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被一条喜怒无常的蛇钉上 是重什么感受 刚见面就让自己脱衣服 又是什么感受 上集说到洛青芒昏迷 宋寒灯赶紧将人带回灵霄店 惊人检查后 这人居然没气了 这可把宋寒灯着急坏了 殊不知此时的洛青芒 正在看现场表演 这么精彩的是 自己不付费就能看的吗 这时红帐里的人哭诉着求饶 而下一秒就被抓住了脑袋 一击致命 洛青芒吓了一跳 怎么一下就变成了 限制级凶杀现场 男人舔了舔唇角 没用 注意到旁边一小灯炉 一直盯着自己 于是便捏上对方的下额 你看什么 也想别本王事情吗 洛青芒第一反应 就是这人还没洗手 他下意识就躲开了那人 系统赶紧提醒 灯炉可是区区一奴隶 你可别跟他自压 他真的会杀了你呢 洛青芒的脸再次被扳回 那人标签一一在线 什么黑化值90% 什么妖念 心机深沉 极度危险 这家伙太危险了 必须想个办法护梦过去 男人痴笑一声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敢如此垂涎我的人 他坐回凳子上 招呼洛青芒过去 洛青芒强迫自己淡定 他什么人没见过 不就是个暴露狂 蛇尾蹭上他的脚 洛青芒吓得又不淡定了 系统解释鬼王本来就是蛇身 呼人呼舌很正常 而这时男人吐出三个字 脱衣服 洛青芒愣了愣 然后反应过来 就想去把他尾巴剁了做蛇羹 系统再次提醒 你武力不够 洛青芒只能妥协 能不能让他们都出去 男人笑了 我可从未听说魅灵异族还有羞耻心 洛青芒一脸娇羞 我不想让你以外的人看到 男人打个手指 所有灯奴鱼罐出 他捞过洛青芒 不要怕 刚才那个是别人的探子 我会对你温柔一点的 说完就抱着洛青芒砍了起来 下一秒男人眼神一正 直接晕倒了过去 洛青芒抬起脚就连踢击脚 臭长冲 让你咬我 当他正要拿灯狠狠砸上去时 对上了男人猛然睁开的眼 洛青芒怂了 坑爹系统 你不是说这样什么人都能放倒的吗 他一个态度秒变 尊上你看这个灯台底好看吗 男人眼神凶狠 你想杀我 下一秒就将洛青芒缠了起来 系统再次发出警报 警报警报 目标人物处于极度危险状态 宿主危险 洛青芒怒了 废话 我们切换马甲 先走再说 所以在尾巴间要刺中洛青芒时 洛青芒直接没气了 男人无语了 没用的东西 居然吓死了 来人将他拖下去 而这边洛青芒醒来后 居然在一座金银山中 他掐了掐自己的脸 不是梦 金子 金子 都是金子 就在他打包要离开时 毕生你最好再仔细看看 将洛青芒下的一击里 一只皮修正凶狠地盯着他 眼神里火光四溢 你不是死了吗 下一秒他直接变回人形 扑倒洛青芒就开垮 小皮修终于扑倒洛青芒了 只不过差点又被媳妇段子绝孙 此时的宋寒灯正抱住洛青芒啃 洛青芒直接傻眼 没死就没死他坑我做什么 而宋寒灯居然还一路向下 嘴里嘀难道你终于来见我了 舍得给我托梦了 这次你别想再逃跑了 洛青芒使劲推拒着身上人 我真的没死 你放开我 宋寒灯按住他的手腕 果然是梦啊 你撩拨了我然后立刻抽身 洛青芒明明我们才认识一个月 为什么我见你死在我怀里的时候会肝肠寸断 洛青芒脸一红 他显然没料到吞金兽居然给他表白了 这边宋寒灯接着霸气道 既然你回来找我 那我们就在这里洞房吧 我要把你变成我的 这下洛青芒急了 宋寒灯你给我放开 而宋寒灯已经开始攻略城池 中途还忍不住说道 我的小芒果好甜啊 这话又让洛青芒想起了前世 一句皮修浑术 宋寒灯被捆了起来 啪的一声 宋寒灯兴奋了 你真的没死 太好了 你知不知道自己没气了整整一夜啊 洛青芒倾壳一声 那是我练的一种功法 修炼的时候神魂离体 所以没有生气 宋寒灯回到你没事就好 快把我放开 让我抱抱你 下一秒就被洛青芒狠狠一击 我有没有说过你再对我发情 我就嘎了你那里 不打麻醉那种 宋寒灯一脸眉皮的蹭着洛青芒 我错了 我错了 快放开你向我 回答他的是洛青芒更用力的脚 直到揉虐了好一会才到 下不为例 下一秒洛青芒就被宋寒灯紧紧抱入怀里 洛青芒道尊 你是不是给我下了骨啊 我真的差点被你吓死了 洛青芒沉默了起来 一向设恐的他 竟然不排斥这个人的亲近 他身上总有一种似曾相似的阳光和温暖的味道 宋寒灯看向旁边的包裹 话说你可是想干什么呀 洛青芒一脸胡周 看你这皮毛结不结实 不过这里是什么地方 宋寒灯回到这是我的老巢 是我放宝贝的地方 你要是喜欢我们可以一直住在这里 生一堆小皮羞 洛青芒瞥了他一眼 我没有那种功劳 况且我家里还有两个 坏了 静儿和树儿还在摇齿劲地 宋寒灯赶紧安慰 我出来的时候已经将两个崽子带回去交给吴卫军了 接着抱起洛青芒 我们还是先回灵霄殿梳洗一番 要不全世界都知道我们同房啊 媳妇居然怀疑自己不行 小皮羞能忍 洛青芒被宋寒灯带回灵霄殿后 从事女口中得知 这个神女都是伺候少君殿下的 洛青芒不淡定了 这个宋寒灯还真把自己当种马了 这时宋寒灯走了进来 收拾好了吗 以前就听说洛青芒活骨玉皮 自小雌雄莫变 如今一看果然如此 宋寒灯扶上洛青芒的下额 果然只有我的青芒配得上清国清城四个子 洛青芒打开他的手 哪比得上您这庞大的后宫嘉丽三千啊 宋寒灯眼神一亮 他这是吃醋了 也是就说他开始喜欢自己了吗 也对本君英俊帅气全是滔天还富甲天下 他心动是正常事 怎么办他气呼呼的样子也好可爱 宋寒灯坐到洛青芒身旁 既然你已经见过他们了 以后就要好好相处 当然了等你嫁过来肯定是要做正事的 洛青芒心里冷哼一声 大肿马 像Pitch 连老院让你尽快繁衍后代 后宫五百都没有一个仔 有这撩人功夫还是好好补补吧 宋寒灯突然靠近洛青芒 你什么意思 你怀疑我不行 现在我就让你试试你男人行不行 洛青芒刚到无为门 小弟子就来报告玉池道尊把双胞胎关进水牢了 说他们私闯禁地 害死了本门巴蛇 洛青芒转头看向宋寒灯 你把巴蛇打死了 宋寒灯一愣 我就咬了他两口 谁知道他这么不惊讶 大不了我陪你一条 洛青芒叮嘱小弟子 师父应该今天出关 你去等着跟他说明前因后果 宋寒灯一脸兴奋 是要干架了吗 我也去 洛青芒直接无语 这是我无为门家事 宋寒灯不乐意了 万一那些老古董欺负你怎么办 然后直接变成小毛球 钻进洛青芒衣服里 我就这样看着 绝不出声 水牢内 双胞胎正在受罚 弟弟质问道 你为什么这么仇视我们 因为我们的母亲 一个女人仇视另一个女人 会是因为什么 你喜欢我们师父 玉池峰恼羞成怒 找死 手指一挥 双胞胎被沉入水底 弟弟一脸兴奋 眼神泛光 哥哥你看 是他找死的 他竟然敢基于我师父 就在他准备出手时 哥哥赶紧提醒 别动有人来了 铁链应声而断 洛青芒一把抱过两个小崽子 弟弟一脸梨花带雨 师父 进而还以为再也见不到您了 哥哥不忘落尽下时 我们没事 就是玉池师伯想杀我们 洛青芒冷冷地看着玉池 师父已经出关了 有什么事你去他面前分辨吧 几人来到大殿 反正在两个小崽子各种装可怜下 狠狠坑了玉池封一顿 洛青芒也算是明白了 花瓷敬平时看起来天真可爱 如小白花一样 他还疑惑为什么他黑画质这么高 原来是个小黑莲 因管教不严 弟子误闯境地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洛青芒也自愿受罚 梁小崽子不淡定了 为什么要罚我师父 我们没错 无为道尊也知道洛青芒是想引他们入正宝 只希望他们能了解你的良苦用心吧 两兄弟站在远处看着自家师父 明明都是那个女人想害我们 为什么师父还要替我受罚 其实洛青芒现在最担心的是天不会要下雨啊 可别像一瓶要钱 二月红球要那天一样大呀 小皮修又开始占媳妇便宜了 此时的洛青芒只求老天不要下雨 结果没下雨下起了雪 洛青芒无语了 苟天气 我要耍大牌 宋寒登有些无奈 这个傻子平时窝在被窝就嫌冷 这个时候又逞什么英雄 他给洛青芒披上了后披风 洛青芒抬头看向宋寒登 心里很是安慰 吞金兽那些金子真没摆给你诗 宋寒登脸一红 我就是怕你冻死在这 直接无语感动不会超过两秒 宋寒登 我是不是还没有说过多谢你 宋寒登顿时懂了周幽王为什么风火系诸侯 有的人平时冷淡淡的 只要一笑就能让世间万千盛景失了颜色 几人在旁八卦 那就是少君殿下呀 只怕也只有他才能配得上道尊了 一人反驳 你可莫要胡说 青芒道尊不是拒绝了他的婚事 哥哥顿时一愣 怎么回事 前世并没有听说他们有成婚啊 弟弟有些急了 哥哥师傅还要会多久啊 时间还没到吗 这边洛青芒已经瑟瑟发抖 直接扑倒了宋寒登的怀里 木棉花的味道好暖 两兄弟赶紧上前 放开我师父 宋寒登冷笑一声 放开 交给你吗 然后怎么办 把他拖回去吗 懂点事就早点变强 别给他惹麻烦 哥哥反驳 我们自保也有错吗 宋寒登回头 他做了什么你们不懂吗 他想让你们明白 不管发生什么他都会保护你们 他希望你们长成光明磊落的君子 而不是泥坑里的臭虫 将人带回住所后 洛青芒死死抱住宋寒登不撒手 宋寒登有些无奈 就知道撒娇 他将人抱住躺到床上 你这样爱撒娇又体弱多病的小磁兽 在我们那里可是要圈养在窝里不许出去的 说完还贴贴洛青芒的额头 这边弟子端来了姜汤 洛青芒打死不喝 他讨厌姜味 弟子正期待要有话本里瞧断了吗 轻轻喂要什么的 就看见少君殿下直接掰开道尊的嘴灌了下去 弟子很是胆态 没想到少君还是个正人君子 我还以为您要嘴对嘴为要呢 此时宋寒登满脸后 还可以有着操作 洛青芒半夜醒来后 第一反应就是手感还挺好 接着起床 去了两兄弟的房间 自己是不是有点强人所难 毕竟我没有经历过你们的经历的事 却想让你们像正常孩子那样长大 这事门外有动静 洛青芒羞的飞了出去 没看到两兄弟睁开了眼 他们的出生和成长本来就不正常 但是如果这个人还是一如既往的在意他们 那他们愿意在这里为他留出一点点干净的地方 另一边 洛青芒一击制服偷袭者 回去告诉你们的主人 要是再敢派人骚扰我们 别怪我杀上风蓝宗 两人下得赶紧逃跑 洛青芒坐到房顶上 刚灌了一口酒 就被宋寒登抓住 宋寒登一把将他扛了回去 真的一眼看不到都不行 宋寒登竟然和洛青芒成婚了 第二日宋寒登一起来就不见洛青芒 小弟子回到可能在后院的立春院 宋寒登不淡定了 你们道尊不是出家人吗 说完气呼呼朝后院走去 他敢把这种地方开到家里 不想活了 洛青芒你在干什么 我以前只知道你出家多年 内心空虚即可没成想 你竟然真的在自己的后院 养了这些阴阴厌厌厌 洛青芒一脸猛 你又在说什么我听不懂的东西 宋寒登一把挤开洛青芒身上的兔子 你都有本君了还不够吗 他们的毛有我的绵软吗 他们的眼睛有我的大毛 他们有本大也可爱吗 洛青芒实在不懂神兽的脑回路 但是只要撸你就行了吧 这时一只猫蹭了过来 宋寒登一个怒吼 直接将猫吓跑 他窝进洛青芒的脖梗间 他们是不是舔你了 本大爷也要舔舔贴贴 这边两兄弟来了 弟弟抱着师父就说自己错了 求师父不要生静儿的起 不要不理静儿 宋寒登又炸毛了 小狼崽子那是我欺负 你蹭什么蹭 眼见一人一兽又护对了起来 洛青芒实属无语 他看向朔儿 你们回去收拾行李 明月师父带你们下山 两兄弟一听饿了 黑话直羞羞下降 洛青芒听着系统的播报 心里很是安慰 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 四人来到人界的四项城 洛青芒只探自己 到底要带着三个孩子 到什么时候 找了家客栈 点了三间上房 直接将三人关在门外 宋寒登哼了声 待会他自己也可以摸进去 而哥哥则是给小二交代一些事 从洗澡吃饭 都给洛青芒安排最好的 弟弟嘲讽 你还是喜欢这样 装作温柔体贴的样子 收满人心 哥哥反驳你不也是装的纯真无害 博取师父的垂怜 我们彼此彼此 弟弟哈哈笑了起来 那就看看最后花落谁家 晚饭时 几人从小二那里遏之 之所以四项城这么热恶 是因为每逢庆典这天 四项城的人都会醒醒世成 宋寒登显然不信 现在还有人信这口 哥哥也是疑惑 那若是想要金山银山 全清天下这样的愿望 也能实现吗 而小二却道 若是不信 明早起来一看便知 晚上此事已到 四项城也变成了四项鬼城 宋寒登一睁眼 竟发现自己居然成婚了 新娘子还是洛青芒 而洛青芒仿佛如睡着一般安静的坐着 小皮修刚想和媳妇动房 就被变成大人的双胞胎抢了 他们终于要对师父出手了 上集说到宋寒登成婚 新娘居然是洛青芒 这边是女端来浇杯酒 宋寒登一口含在口中 小芒果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 我会把你当作我的心丹 侍女退出后 宋寒登就将洛青芒放到床上 此刻的洛青芒犹如一块诱人的膏底 宋寒登好想变回原型 把这活色生香的宝贝一口吞下 另一边弟弟醒来 什么邪碎竟然也敢在自己的地盘造词 他第一反应就是先去看待师父 不曾想看到了改变他一生的画面 屋内红杀叠障 师父的表情很是诱人 弟弟终于懂了 原来是这样 那些求而不得 那些疯狂想不占他的念头 原来还可以这样 接着弟弟便直接变成了大人 他扑斥一笑 心想事成 这就是四象城神奇之处 这边宋寒登貌似听到动静 前脚刚出去查看 弟弟后脚已经抱住了师父 师父我马上带你离开那个色培 等宋寒登回来的时候 只剩下空荡荡的床 就在宋寒登一获使 身后出现一人 殿下我在这 让你久等了 春宵一刻值千金 宋寒登不是傻子 这人一看就不是洛青芒 那人浮上他的脸 我是你的新婚妻子 你不是要 宋寒登眼神一愣 你算什么东西 人邪魅一笑 少君殿下可是上等的灵体 想这么容易走 不可能 另一边 花慈敬看着师父 两世了 师父你要么对我们满眼失望 要么冷淡疏离 我从未见过你那般动情的样子 宋寒登能做到 我也能 他将师父的手扶上自己的脸 以后我会照顾师父 疼爱师父 所以您只是我一个人的好不好 就算是哥哥也不能分享 洛青芒的手滑落 弟弟眼神沉了沉 师父你为什么又是这么冷淡的样子 进而会难过的 接着他手指打了个响指 洛青芒便被红线支配 他主动抱住了花慈敬 花慈敬还抱住师父的腰 师父好乖 静儿最喜欢师父了 既然师父这般头怀送抱 那静儿也会好好伺候师父的 这时哥哥推开了门 花慈敬你在干什么 弟弟不开心了 你来的可真是时候 哥哥一把扯过师父 你疯了吗 怎么可以对师父无礼 弟弟低笑出声 我无礼 若是你没有什么非分之想 那怎么你也想变成成年的样子 哥哥和弟弟的师父之争 他开始了 此时的哥哥挣一把抢过师父 你疯了吗 怎么可以对师父无礼 弟弟失笑一声 我无礼 你要是没什么非分之想 怎么会变成成年的样子 哥哥一时语色 我只是怕幼儿的身体 无法保护师父 我不想认师父陷入危险中 弟弟显然不幸 可是哥哥的手 还死死地搂住师父的腰呢 哥哥顿时一震 下意识松开师父 弟弟赶紧接过 小心点 师父现在可是连在雪地里 待一会都会发烧的病样子 也漂亮得很 才会迷得那皮修神风颠倒 完全没有天界少君的样子 哥哥警告道 花慈敬他是我们师父 我们需要手碗被礼数 你若再如此 别怪我手笑无情 弟弟失笑 哥哥一直是有礼的人 对师父当然恭敬 那就让那皮修最后把师父取回家 而我们只是能够成婚请安 远远看着的徒弟 还是像现在一样悲喜于他之 心思有所尽 哥哥你想不想抱抱他 抱抱这个世界上唯一爱我们的人 哥哥有些心动 他伸出了手 这时洛青芒突然到好吵 不好师父要醒了 要是他醒来发现自己这个样子 一定会生气的 快快给他盖好被子 洛青芒羞的坐起身 吵时吗 都说不要吵了 弟弟不淡定了 哥哥你看师父生小孩了 哥哥怒到闭嘴 下蛋也没这么快 洛青芒也是愣住了 自己说话怎么这个声音 弟弟一把贴上师父 师父你也太可爱了 另一边送寒灯吃着金豆子 以后擦亮眼睛在学人偷袭 就你这样的鬼秀 我一口能吃十个 我媳妇呢 鬼秀哆嗦到不知道 我就看见他被一个男人偷走了 这时正好洛青芒的声音传来 宋寒灯赶紧冲了过去 看见眼前一幕顿时不淡定了 我才离开一会 洛青芒你兜兜生完了 洛青芒直接无语 一巴掌趴过去 再胡说就打烂你的嘴 宋寒灯上前想抢过洛青芒 弟弟不让 宋寒灯抬头 你是那个货牙子的小屁孩 是你刚刚把人偷走的 弟弟反驳我要是玩去了 师父都被你占了便宜 眼见两只哈士奇又吵了起来 洛青芒一人一拳都给我安静 现在看来这就是小二说的心想事成 徒弟的愿望清单是长大 皮修的是娶媳妇 而洛青芒就是想变成小孩 什么都不用想 混吃混喝躺平 几人开始三堂会审 鬼修赶紧招过 我们城主是个千年大妖 为了基伏暴度劫非生财 在此完成人们的心愿 洛青芒疑惑 万物有因才有果 城主如此肆意改变世人命 根本说不通啊 宋寒灯一怒 我看你是捕头痒了 正好本大爷许久没进食了 鬼修下的意哆嗦全招了 等他们心愿满足后 就会付出相对应的代价 代价就是这些人弃运 当官的锒铛入狱 做生意的倾家荡产 还有一些求仇人惨死 自己也会惨死 洛青芒决定去城主府看看 他手一伸 宋寒灯 宋寒灯一愣 洛青芒解释你不会让我这样飘着吧 白天还好 晚上挺吓人的 宋寒灯顿时秒躲 哎呦 小团子快让哥哥抱抱 弟弟不乐意了为什么是他 而这时鬼修突然道 少君殿下该说的我都说了 还请看在我刚跟你 肌腹之亲的份上饶了小妖 于是宋寒灯刚靠近洛青芒 就被直接推开了 肌腹之亲 亲父 他朝哥哥挥了挥手 树儿 哥哥抱着自己师父 脸色泛起一丝红 几人走出客栈 系统突然出现 我刚刚在你昏迷的时候 看到了不得了的东西 你还是小心你徒弟吧 我只能帮你到这了 当洛青芒变成小娃娃 三人该如何争风吃醋 这样 这样 还是这样 上集说到徒弟对师父下手时 师父居然变成了小孩 而此刻四人正准备去城主府看看 弟弟不开心了 我也想要抱师父 为什么哥哥可以我就不可以 哥哥一脸嫌弃 我怕你把师父给吞了 弟弟口水直流 怎么会呢 静儿最乖了 接着话风秒变 师父你是不是更喜欢哥哥呀 可是我们是一样的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哥哥不喜欢我们 洛青芒直接无语了 不让你抱黑话质就飞长是几个意思 你还以为自己是奶团子吗 还卖萌 他伸出手 为师并没有这个意思 谁抱都一样 弟弟小心接过师父 接着就一口砍上去 最后不停道歉 师父静儿知错了 可是静儿忍不住啊 城主府门外 宋寒灯突然闻到了同类的味道 是饕餐 可是那家伙不是万年前就陨落了吗 你们先进去 我去找他 说完修的就跑了 弟弟还不忘吐槽大猫太不靠谱 居然自己先跑掉了 三人进门时 被侍卫拦住 你们准备的礼物呢 三人一连忙 礼物 侍卫解释就是祭品 骆青芒手一指 我就是祭品 我是人生果吃了能长生不老 最后骆青芒被侍卫带走 两徒弟去了宴会 只是这个城主 怎么长得这么恶心 而骆青芒也被抬了上来 众人不停地许愿 当然也孵出了自己的气韵 最后怪物看着骆青芒口水直流 皮羞的味道 骆青芒赶紧嗅了嗅 自己身上为什么有宋寒灯的味道 就在怪物靠近骆青芒时 真是时候 他转头问系统 饕铁骨在他身上吗 系统点头应该是他不小心吞下去 骆青芒一阵呕吐 那自己不是得进他肚子 下一秒就冲进了怪物的肚子 三人拘势一惊 宋寒灯一脚踹向怪物头 你特么把我媳妇吐出来 怪物委屈极了 我吐不出来 两兄弟同时出手 弟弟更是不再隐藏实力 还我师父 宋寒灯全身气韵爆发 你想吃气韵是吧 这万一老子要多少有多少 吐不出来你就去死吧 而骆青芒刚找到饕铁骨 就见一大片气韵朝自己冲来 轰得直冲云霄 张三疑惑 少君殿下这是善心大发 广散气韵了 长老无语了 胡呢 不是让他去给无情到尊求亲去了吗 怎么开始胡作非为了 而骆青芒再次睁眼 已经马甲切换成功 正在乱葬和躺食 从更奴变成鬼就算了 居然还被同天而降的鬼王砸住 差点鬼声都没了 遇上一只腹黑阴险的蛇该怎么办 当然是细经上身 让他爱上自己了 上集说到骆青芒 差点被宋寒灯的气韵直轰的一命呜呼 还好马甲切换过快逃过一命 不过悲剧的是忧郁鬼王 此时宋寒灯正抱住 从怪物肚子里炸飞的骆青芒 将人倾放在木筏上 哥哥颤抖地伸出手 师傅浑身冰凉 没有气息 弟弟更是瞳孔咒作 宋寒灯一脸淡定 他应该没事 只是练了一种叫归西大法的功夫 上次也是这样 只是他更想知道的是骆青芒的腿 到底因为什么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骆青芒狠狠踹向鬼王 起来 别装了 这黑油油的一坨 到底是怎么从天上掉下来的 系统告知他 鬼王夜兰正处于 三十年一遇的虚弱时期 被他的三个手下联合反叛了 你现在的任务是带着他逃亡 骆青芒不乐意了 我现在就是灵力低微的若姬 得吃多少菠菜 才能扛得冻着一米九的大汗啊 而下一秒 夜兰突然伸出爪子 一口咬在骆青芒脖子上 骆青芒不有感叹 这还是个吸血鬼啊 自己换一次马甲 不会就是给这个大黑皮夹参码 还好伸手摸到一物 直接撞到大黑皮头上 去你的 还想谋害你爸爸 就在骆青芒准备再来一下时 系统提醒再打他 你就要一起陪葬了 骆青芒羞的丢掉大石头 闭脸坏笑 只要把他带出去就可以了吧 完不完整应该不重要 于是堂堂鬼王路过了望川 穿过了大草原 前游过了大海 系统实在看不下去了 你在折腾他真的隔屁了 骆青芒不有反驳 鬼王大人怎么会如此脆弱 最后在大雨的逼迫下 找了个黑乎乎的山洞 好冷啊 这个时候要是送寒灯在就好了 至少火力望 毛茸茸 接着他转头看了一下大黑皮 他应该也勉强可以吧 于是我们的骆青芒 直接偷了鬼王的衣服 还将人翻了个身 你就这样趴着吧 我可不想再看到那两个了 衣服燃烧果然暖和多了 就在骆青芒得意时 嘶嘶的声音在背后响起 系统直接炸毛 你后面 骆青芒冷汗直流 我知道 现在是体现我演员专业素养的时候 于是他表情一变 满脸深情 也不知道夜兰什么时候会醒来 他倾壳一声 一脸娇羞 我可以这么叫他吧 漫天神佛在上 魅灵愿用自己的百年寿命 换得夜兰陛下平安康健 尾巴尖顿住了 骆青芒忍不住给自己擦把汗 当时那个尾巴尖距我只有三公分 但是四分之一住相后 这个尾巴尖的主人将会彻底爱上我 落影帝对战大黑蛇 精湛的演技 出色的表演 大黑蛇终于沦陷 当时的尾巴尖离骆青芒就只有三公分 在他深情的告白中 尾巴尖终于顿珠 夜兰的声音传来 你喜欢本王 骆青芒一脸惊喜 夜兰你醒了 随后垂下头 我是说陛下你没事吧 夜兰疑惑 你不是死了吗 骆青芒汗烟 我上次是晕过去了 没有真的死掉 夜兰突然靠近他 回答本王的问题 你喜欢本王 骆青芒很想说爸爸最喜欢食肉羹了 不过演了十年戏的他就是为了今天 他脸颊微红 没有 我只是陛下请殿的灯笼 是出于忠诚才救的陛下 夜兰显然不幸 是吗 有哪个爱慕者会把西医对象的衣服 扒干净用来生火取暖的 骆青芒顿时一惊 自己居然忘了这茶了 夜兰仔细审视着他 不过你刚才的表现确实让我有了一丝兴趣 既然你自己承认是我忠诚的奴隶 那我就给你一次表忠心的机会 下一秒 尾巴间就刺向骆青芒脖子 你的血液正好可以助我恢复灵力 你愿意做我的血奴吗 若你不愿 那我也不会勉强你 自会放你离开 骆青芒知道这大黑皮是在试探的 但是他没有退路 此刻的他就像个被猛兽盯住的猎物 随时会被咬断喉咙 于是他上前一步 陛下请用 夜兰偏了一眼骆青芒 然后张大嘴 一口咬了下去 骆青芒此刻只有一个想法 这个大黑皮是真的想弄死他呀 再次醒来 他被困在木柱上 面前两个怪物告诉他 他已经被捕赶紧交代夜兰在哪 骆青芒第一反应就是呼叫系统 但是竟然联系不上 只能说明这个地方是梦境 只有梦境系统才进不来 而且从刚刚开始 他就感觉自己仿佛被猛兽盯上 这里是夜兰用来试探他的 虽说是梦境 但是骆青芒怕疼啊 次来一声 骆青芒原生一个机灵 哥哥表示师父的尸海 梦境突然剧烈颤动 弟弟不淡定了 师父在梦里受伤了吗 梦境可是你的地盘 哥哥安慰道 没事 我早在他试海设置了护灵阵 在梦里没有任何人能伤到他 于是骆青芒没感到疼 只感到了肉香 既然不疼的话 那小爷就不怕了 他爸祈祷 就算你们把我千刀万剐 我也不会透露陛下的行踪 只要不疼 就算你们把我炸成麻花 小爷也不怕 夜兰砍着苹果 小东西看起来娇娇弱弱的 没想到这么勇猛的吗 就在骆青芒要被丢入油锅时 夜兰一个响指 而夜兰靠近他 你做得很好 作为奖励本王决定赏赐你 大黑蛇终于要对骆青芒下手了 骆青芒能逃脱吗 宋寒灯又感受到了什么 上集说到骆青芒凭借精湛的演技 暂时脱离危险 夜兰决定奖励他一夜雨水之欢 骆青芒整个人都不淡定了 他在说什么 系统回到他想飞领你 骆青芒简直就自闭了 这刻么到底是个什么世界 怎么个个都弯成了闻香 这时夜兰已经抬起了他的头 怎么不敢看着我 若你真的倾慕于我 那么应该很想和我 骆青芒赶紧捂住夜兰的嘴 直觉告诉他 这大黑皮一定不会说出什么好话 累知夜兰轻贴了一下他的手 骆青芒一个机灵 迅速甩开手 啊 我不干净了 他娇羞地转过头 我没有那种轻薄尊上的想法 只是仰慕而已 夜兰淡笑 倒是很少看到魅灵一族 有这么单纯的海 不过 他一把抓过骆青芒 将人抱了起来 你不想我想 他将骆青芒扔在床榻上 骆青芒再次戏精上线 尊上我不想跟你其他那些宠妾一样 只是你无聊的消遣对象 我是真的喜欢你 您对我来说就像天上的月亮 请不要破坏我心中的这份美好 哪只夜兰更是感动 一下压倒骆青芒 骆青芒感觉自己的腿都要折了 我就是为了报答你的救命之恩 等你体验了什么叫极乐 你就会一直缠着我了 就在骆青芒想跟臭黑皮拼了的时候 系统玩耳一声 恭喜宿主 攻略对象为您神魂颠倒了 解锁技能射魂 骆青芒无语了 别废话了 射魂能把这家伙的魂魄抽出来吗 我很乐意 系统表示不瘦 射魂可以让人短暂失智五秒钟 骆青芒眼神一冷 那还等什么 射魂 大黑皮顿时定住 骆青芒抓起衣服就跑 还不忘给黑皮狠狠一瞧 你自己乐趣吧 刚探出脑袋 就看到了宋寒灯和自己可爱的徒弟 他们怎么在这 他羞的缩了回去 怎么办 怎么办 哼的一声 骆青芒靠近他 小东西还挺有能耐啊 骆青芒反问 我们为什么在这家客栈 骆青芒回到我带你来的人界后 你就一直嚷着这家客栈的名字 我可费了不少时间才找到的 骆青芒冷汗直流 前有狼后有虎 进退都得死 骆青芒已经再次扶上他的伯格 小东西 欲据还银还是什么 若是你不逝去 我喜欢来墙的 骆青芒心想 难道这次真的要栽在这了吗 这家伙真的太危险了 骆青芒的手指刚扶上骆青芒的腰 他就一阵刺痛 你身上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只有神族才会在自己的伴侣神魂上下神域所 为了防止他被别人碰 是谁在你身上下了这种东西 骆青芒先是一愣 难道是宋寒登 而宋寒登此刻更是明显感到了什么 神域所怎么会动 是谁碰了他 小皮修终于出现了 竟敢对骆青芒用强 上集说到大黑皮要骆青芒陪业 吓得骆青芒直接给了他一脚 好不容易有个逃跑机会 还遇送寒登只能再次回到屋里 最后更是被大黑皮发现了神域之所 骆青芒一把掐住骆青芒的脖子 说你到底是什么人 骆青芒打死不承认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他伸出手符上大黑皮的脸 骆青芒你是不是没有信任过任何人 而在骆青芒松手的瞬间 系统检测到宿主生命受到胁迫 启动了自动逃生常序 所以骆青芒再次醒来 就在宋寒登的眼前 只见宋寒登冷声道有谁碰了你 骆青芒这才反应过来 你对我做了什么 为什么我身上有神谕所 宋寒登理所当然道 你是我未过门的妻子 你觉得我会让别人碰你 什么归系大法 根本就是胡说 你的神魂到底去了哪里 骆青芒垂下头 他根本没办法解释这个 只能说到我们的婚约已经解除了 这是我的事跟你无关 宋寒登脸色秒变 你的事和我没关系 他一把将骆青芒按在床榻上 我今天就让你知道我们有没有关系 骆青芒一直把宋寒登当作软绵的羊 却忘了这家伙本身就是一头猛兽 啪的一声响 宋寒登你越界了 我说了 你只是我的魂兽 我跟谁都不用你管 宋寒登抹了抹唇角 好啊 你还敢让别人碰 那我就先把你变成我的 看谁还敢碰你 就在骆青芒刚想用魂器时 宋寒登扼住了他下巴 骆青芒再也说不出一个字 接着宋寒登将骆青芒的双手绑住 我们有一晚上的时间 我们慢慢搞清楚 你是谁的 这边两兄弟冲了进来 放开我师父 骆青芒一正 树儿和静儿怎么在这里 不能被他们看到自己这副模样 他费力地抵抗着 宋寒登握住骆青芒的手 你怕什么 他们早晚要知道我们的关系 这样也早点断了他们对你的痴心妄想 弟弟不淡定了 直接冲了过去 宋寒登凌厉汇拒 一招将两兄弟打了出去 砰得关上门 骆青芒狠狠看着宋寒登 宋寒登心里抽痛 他抽出骆青芒的腰带 捂住他眼睛 你不要这么看着我 我保证很快让你开心了 直到宋寒登看见骆青芒的眼泪 宋寒登愣住了 明明自己应该跟随本心 把这个可口又无法抗拒的小猎物拆吃入腹 让他变成自己的东西 让所有基于他的人都知道他早已名发有主 可是看到他这个样子 自己又很怕 怕他会讨厌自己 小皮修把骆青芒惹哭了 顿时更加心痛了 明明自己应该跟随本心 可是看到他这样又很怕他讨厌自己 他想看他对自己笑 想看他对自己耍小脾气 自己这是怎么了 他赶紧落荒而逃 骆青芒叫住了他 宋寒登我解了我们之前的魂器 从此以后再无关系 宋寒登一正 最后只说了一句对不起 小徒弟很是关心师父 师父您没事吧 骆青芒垂下头 无事 你们回去休息吧 为师想要自己待一会 就这样骆青芒一直待坐到第二天清晨 灵霄殿内 宋寒登可委屈了 凭什么 他凭什么让别人碰他 我都还没碰呢 我这么喜欢他 妹子很是气恼 他还跟别人在一起了 那就是个渣 殿下你清醒点 他肯定是图你的身份地位 宋寒登不乐意了 不许说我的小芒果 他对我也很好的 幸亏我是这世上身份最尊贵的 单元最强大的 不然小芒果就真跟别人跑了 张三直接无语了 殿下你有点出息好不好 接着宋寒登就被拉到了大殿 妹子一拍手 上来了好多美女 远老说了 今天你必须从这些人里选一个做军妃 宋寒登赶紧开溜 却被妹子拉住 你们过来一个个给殿下看看 这位魅灵一族 宋寒登吐槽 我成这样晚上是想吓死我吗 这个岭南局限 轻力脱俗 宋寒登接着吐槽 这个清汤寡水还好意思说轻力脱俗 这个太胖 这个太瘦 这个没文化 这个没气质 这个没灵力 反正宋寒登那个一个个找茬 还是我的小芒果 轻力无双 气质高绝 实力强悍 这十一人开口 殿下说的可是轻盲道尊 宋寒登修的战气 你认识他 小人容服 修的也是无情道 有幸见过他的真容 宋寒登眼睛都亮了 你过来其他人都想去 妹子有些汗颜 自己这是完成任务了 还是没完成呢 两人开始聊了起来 女儿上也有只朱砂 容服回到这朱砂 是正式入道之人才有的 若是那个后 朱砂就会绽放成一堆红莲 宋寒登一震 顿时脑中闪过 洛青芒头上红莲的样子 鼻血那是花花的流 另一边 听说了吗 少君选天妃了 听说还选了个无情道秀 洛青芒眉头紧皱 佛珠趴得碎掉 果然皮秀乱到心呢 小皮秀惹媳妇生气了 他该如何哄媳妇呢 弟弟这几日可不开心了 都怪宋寒登师父近日都没睡好 话也少了 饭也吃得少 等自己长大后就娶了师父 一定比他好事呗 哥哥也很是担忧 洛青芒回到无事 只是天气有点冷了 其实哪里是冷 而是骤印发作 这特么不会是风湿吧 弟弟推开了师父的门 师父雷声好大 进而有点害怕 能跟师父睡吗 其实有个小东西 转移注意力也不错 不论多久 他都适应不了这里的凉夜 晚上洛青芒又陷入了噩梦 弟弟催促哥哥快点 师父都那么难受了 哥哥表示自己 只能在梦中 驱除师父的痛苦 师父的腿他没有办法 相传十年前 风都大水淹没三座城池 枉死冤魂化作 十万粒鬼扰的人是不得安宁 外出云游的洛青芒 于心不忍 想要超渡这些亡魂 却受到反噬 只要他行走于大地上 就会被无数恶鬼吓噬 痛苦而死 宋寒灯一脸了然 他就是这么温柔的人 容浮回答 可是陛下如今惹了他 你想好怎么跟他道歉了吗 宋寒灯理直气壮 我乃堂堂天界少君 喜欢上他是他荣幸 下一秒就打包各种精盈 天才地宝让妹子送去 结果还被退了回来 宋寒灯可委屈了 他已经二十八天没见过他了 他就一点都不想自己了 直到梨花宴那天 洛青芒受邀前往 店中一群人都知道他得罪了少君 想给他难堪 这不就有炮灰飞逼着洛青芒喝一杯 还好宋寒灯来了 宋寒灯心里那是个激动 他已经许久没见到小芒果了 可是为什么他不肯看自己一眼 要不要主动一些 这边后清元老来了 抓住容浮就一声夸赞 这就是你当年找的媳妇吧 确实如传说中的气质不凡 洛青芒顿时不舒服 他站起身 师父 我出去透透气 他强迫自己别回头 最终还是忍不住看了一眼 果然是狼才狼貌 可是为什么就是有点刺眼 而宋寒灯也在找自己的小芒果 他还没看够呢 他好想抱抱他 问他有没有想自己 洛青芒在后院找了个地方准备清静下 结果还遇到一场好戏 他实在看不过变出了手 狠狠教训那对兄弟 为了不给师父惹麻烦 自己也掉进寒潭 宋寒灯第一时间将人抱起 心里可心疼了 他最怕冷了 在无尉门受委屈他管不了 在自己的地盘若是还让他受欺负 那自己这少君还做来何用 洛青芒终于和小皮修在一起了 既然是他的 他就绝对不会放手 此时的室内很是安静 洛青芒埋下头 心里忍不住抱怨道看看看 看什么看 这时宋寒灯拉过他的手 一把将人抱到床榻上 然后轻轻放下 他拿出药膏抹上洛青芒的伤口 洛青芒贴过头 轻点 宋寒灯冷声道 现在知道疼了 昨天不是还如勇士般 洛青芒忍不住小声低难 我乐意 宋寒灯这下气着了 说到你你就是不信任我 不信我会毫不迟疑地站在你这边 我真想扒了你裤子 好好打一顿 洛青芒脸一红 这个流氓又在说什么 他站起身 我还有书没抄完 殿下自辩吧 宋寒灯再次叫住他 洛青芒我本就偏爱你 不管任何时候 我都会站在你这边 他从身后还住洛青芒 上次的事是我不对 我郑重跟你道歉 所以别生我的气了吧 洛青芒抿了敏唇 抿了一声 夜晚 梦境内 两兄弟将欺负师父的人 狠狠教训了一番 逼迫他写出了流年斩 长时间的入梦 哥哥都有些吃不消 弟弟很是开心 有了这个流年斩 他们就可以快速长大 夺回封兰宗 哥哥反驳 你是看宋寒灯跟师父走得太近 迫不及待想去把人抢回来吧 弟弟脸羞的红了 哥哥不想吗 而洛青芒此时正在发呆 自己就这样原谅宋寒灯了 被他几句花言巧语 哄得心脏乱跳不知所措 看到他和别人一起凶门难解 被他欺负之后委屈不敢 宋寒灯惊了 你这马怎么能飞这么远 我们说好的 谁输谁拖 你不能耍赖 洛青芒撇开视线 自己居然和他下气 要么是脑子有炮 要么就是 他修得一个战气 然后靠近宋寒灯 不讨厌 甚至还想继续靠近 他猛地贴了一下 宋寒灯眼睛都直了 洛青芒算是确认了 自己有点喜欢这个家伙 不想他看别人一眼 想要这个家伙是自己的 宋寒灯此刻已经心花怒放 既然你都这么求我了 那马也可能是天马 飞得远 洛青芒笑了 对 我说能飞就能飞 宋寒灯内心狂喜 已经在想以后 他们要生七个娃 殊不知洛青芒 已经将他内为己有 他是一个很淡薄的人 很少有想要的东西 所以一旦遇到 就绝不会放手 而且和宋寒灯一起好处多多 不用自己走路 也再也不用怕亡 同时还拥有了一个大狗子虫 这么看来还是很划算的 不过现在首要解决的事 就是这五百个后宫 小皮修带媳妇人见完 媳妇正要表白时 却被大黑皮抓走了 上集说到洛青芒 终于和宋寒灯一起 既然他认定了 那他就绝对不会放手 不过现在首要解决的是 这五百个后宫 来人表示 既然军妃已经要和少君成婚 那就必须要学会 如何伺候殿下 希望军妃能够享受这个过程 为殿下尽快诞下此 洛青芒只觉得草点太多 不知道该从哪里吐槽 现在他终于不得不承认 他喜欢上了一个大渣男 不过在渣也得是自己的 我是男子 你们从哪里来的信心 觉得我能生出孩子来 妹子回到您可能不知道 殿下是神体 能与万物结合 别说是您了 就是门口的石狮子都可以 洛青芒直接一口喷了 现在问题又多了一个 要不还是分手吧 谁特么要生孩子 宋寒灯显然还十分骄傲 接下来三位妹子 便开始手把手 叫洛青芒怎么伺候殿下 洛青芒那是清津直茂 宋寒灯这个不要脸的家伙 这种事还是不劳烦姑娘了 我可以自己摸索 妹子表示这怎么行 殿下可是很挑剔的 而且他不满意的话 还会好几个人一起 洛青芒再次猛了 几个一起 这个畜生 最后洛青芒 还是被几个妹子架了过去 移住相后 给殿下洗澡的水温度 一定要合适 水中要放入雪莲花瓣 洛青芒疑惑 这就是你们说的伺候 妹子表示不止哦 除了洗户 还有毛发打理 指甲修剪 洛青芒终于明白着 哪里是什么五百后宫 合着这是五百多蝉使官 再听到宋寒灯的毛发为精 领甲为宝 剪下来都是价值连成石 洛青芒眼睛都亮了 那以后自己不是发达了 而下一秒他就被传送走了 悠喝 天下掉下来的小芒果 宋寒灯觉得自家媳妇学习太累了 他准备带他出去溜达溜达 洛青芒感觉自己 好像已经习惯了这个人的怀抱 等等 如果刚才那些人都是蝉使官 也就是说宋寒灯现在还是个处 此时的系统有些无语 别人的宿主都在忙事业 而他的宿主却搞起了爱情 不仅可以开心的吃种子 还能大赢特赢 宋寒灯一脸温柔 就这么喜欢 洛青芒想了想 人界有一种说法 放花灯可以祈愿 宋寒灯笑了 有什么愿望给我说 不是比花灯靠谱的多了 洛青芒羞的靠近宋寒灯 真的 什么愿望都能实现 宋寒灯脸一红 当然 群无戏言 洛青芒靠的激进 我有一心爱之物 想向少君殿下讨要 就在洛青芒想说是什么的时候 系统提示 请宿主赶往目标夜拦处 洛青芒无语了 你就一定要赶在我表白的时候 系统也不行啊 可是你再不过去看看 你就要被大黑皮玩坏了 完了 大黑皮就要对洛青芒动手了 宋寒灯你还不赶紧救你媳妇 上集说到洛青芒刚要告白 就被系统切换了马甲 宋寒灯将人轻轻放下 洛青芒你到底去哪里了 不过也没关系 你不说我就自己弄明白 若是你不老实 我就把你的神魂都锁在我的床上 殊不知自家媳妇此时正在被迫跳舞 不仅手不听使唤 还穿着女装 更可恶的是她居然被大黑皮卖了 只为了一根可以疗伤的猪雀骨 这家伙不止皮是黑的 连心都是黑的 好歹自己还救过她 当沙晶掉落时 光头顿时惊艳 这可是魅灵啊 怎么玩都玩不坏的 夜兰眼神一冷 既然这样 本作就先行离开 而洛青芒就只能站着 其实内心很是吐槽 大哥呀 能不能先把控制树解开呀 至少让她能够反抗吧 系统很是同情 轻轻要不抽个脚 今天的机会还没用 洛青芒呵呵两声 你觉得我平时抽的哪样能用 这时光头已经走了进来 小美人 我来了 最后洛青芒忍痛花掉那可怜的积分 在光头靠近她时 狠狠踹了她一脚 都叫你不要过来了 不过好饿这具身体是多久没吃东西了 还是先填饱肚子再说 而大黑皮在疗伤时 脑中总是浮现自家的小灯幕 最后终于忍无可忍 砰的一声巨响 吓得洛青芒骨头都差点噎下 心道不妙 这么快就杀回来了 她看向光头 大爷能不能帮我个忙 希望大黑皮看在她刚被出卖 还惨兮兮的份上别再乱来 哐的一声 大黑皮扛着20米的大刀闯了进来 光头拿起旁边的水果刀 别过来 不然我要她的命 系统警报响起 任务目标黑化值上升94点 请诉主想办法降低目标黑化值 就在洛青芒黑线的时候 光头直接没了 大黑皮靠近洛青芒 小奴隶 洛青芒本能的后退 别碰我 而大黑皮在这一刻症状 她以为她的心已经和地狱望穿水 一般不会再有感觉 可这一刻她真真切切的疼 别怕 我已经把伤害你的人杀掉了 以后不会再有人欺负我 洛青芒那是个汗颜 她怎么有脸说这话 明明是她把自己卖了 门外 一片血腥 大黑皮以为小奴隶害怕 她一把将人抱起 别怕 我会保护你 接着她便带洛青芒去吃大餐 刚吃饱的洛青芒哪里还吃得下 大黑皮并不勉强 她拉着小奴隶朝床她走去 洛青芒又不淡定了 这人又要干嘛 不是还要来墙的吧 几番拒绝后 大黑皮放开洛青芒 放心 我不做什么 洛青芒打死不幸 在洛青芒勉强睡着后 大黑皮变回蛇形 好想现在把她拆吃入腹 既能解心底之痒 又能完全独占她 而此时的宋寒灯已经杀了过来 人在这里 此时的大黑皮正靠近洛青芒 她从没见过如此讨人喜欢的小东西 微凉的温度 香甜的味道 还有惹人怜爱的心思 是把她吞掉 还是如蜜糖一样慢慢品尝 每次即将下口的时候百般推脱 让人心痒难耐 不如今日便把她拆吃入腹 当宋寒灯刚靠近 大黑皮第一时间就察觉有人 洛青芒还在低难 宋寒灯你身上的木棉花味道好好闻 顿时一个惊醒 完了完了要死了 她怎么会找到这来 大黑皮很是疑惑 你这么紧张干什么 这人你认识 洛青芒看向黑皮 我真的不能见她 我们想办法逃吧 大黑皮皱起眉 你怕被她认出来 她就是那个神玉佳的人 黑皮修得一个站起 转身朝外走去 第一眼就发现这人居然是个神族 宋寒灯亲喝一声 是鬼王啊 听闻鬼道叛变 鬼王身受重伤 没想到近在人间 大黑皮也不索 我不管你是哪个神族 滚开 不然我包了你的神格 一个非说那人是她未婚妻 一个非说那人是她小奴隶 洛青芒那个仇啊 系统啊 就要穿帮了 我会死得很难看啊 大黑皮呵呵一想 未婚妻 你确定 她刚刚还在被我折磨 送寒灯一刀下去 鬼王是吧 今日就让你魂飞魄散 外面打得好不热闹 洛青芒烧死了好几个脑细胞 终于想到遗迹 尊上 要让奴家等到何时啊 两人顿时看向一边 那人虽说隔着帘子 但也能看出是个女子 难道神域家出错了 小芒果会不会已经回去了 一句得罪了 宋寒灯直接溜了 洛青芒终于松了口气 大黑皮可不好糊弄 你是不是该解释下 她到底是你什么人 还特地变成这个样子 洛青芒看向黑皮 脑中不停想着该怎么糊弄过去 其实就像她说的 我是她的未婚妻 我父亲为了得到神族的庇佑 把我送给了她 但是她已经有五百多个气愤 我反抗无果 她还给我下了神域家 若不是偷偷跑到了尊上的鬼运 我早就被她抓回去了 黑皮怒了 既然如此 本座现在就去杀了她 洛青芒一把抓住她 她其实是扫军宋寒灯 她找不到我就不会再来了 如果你也被她伤了 就没人会再保护我了 这话说的洛青芒自己都佩服自己 果然我这演技什么奥斯卡都统统拿下 这是系统提示 双胞胎因为长久见不到师父思念成绩 请尽快前往 正好洛青芒觉得 此时的鬼王和宋寒灯都不好对付 系统 切换马甲 洛青芒醒来后 第一时间赶紧收拾东西 还好 宋寒灯还没回来 他到哪了 系统道 你的小皮修距离还有964公里 预计两小时后 宿主你现在很像被妻子抓现场 着急跑路的陈世美 洛青芒狗狗碎碎地爬上屋顶 刚回到无尾门 小弟子就冲了过来 道尊您终于回来了 而宋寒灯赶回来后 洛青芒早就不见了 容夫回到道尊说他有事先回去了 他让您没事别去找他 宋寒灯皱起眉 他那天还在主动撩拨自己 怎么一醒来就离开了 洛青芒就要和宋寒灯生小皮修了 另外他终于知道自己的徒弟是重生的 自洛青芒回来后 就直奔小徒弟的房间 花瓷树遭人设计陷入梦中无法清醒 洛青芒决定进入小徒弟梦中将人唤醒 从而也知道原来树儿从小就被虐待 就连下人都可以随便欺辱 好不容易拜个师父 结果那个师父还是个变态 最后杀死师父落得个万剑穿心 花瓷树用尽心思 拼命周旋 最后落得如此下场 可是弟弟是无辜的呀 他才十二岁 受尽磨难却还是那么天真良善 这次他真的不甘心 这时一人出现在他面前 说是他们的师父 他替自己受了那万剑穿心之痛 记忆中的剧痛没有到来 这个人义无反顾地挡住了所有的恐惧和绝望 对 此生不一样了 花瓷树的梦境终于醒了 这边小弟子冲了进来 道尊不好了 少君殿下找来了 骆青芒让树儿好好休息 师父去去就来 此时宋寒灯正在大树下 系统问道 宿主你真的很喜欢他呀 骆青芒伦了一声 很喜欢 这时他突然想到一件事 如果梦境里那些是双胞胎真的经历过 那他们是重生之人 系统顿时洒花 恭喜宿主解锁隐藏剧情 重生的双胞胎 骆青芒彻底不淡定了 也就是说那些都是真实的 连个功夫他都怕他们磕着碰着的孩子 居然曾经被那样对待过 那个梦让骆青芒从恋爱的甜蜜中清醒过来 他第一次意识到所谓的任务不只是为了回到现实 更是肩负了许多的责任 宋寒灯听见动静转过头 你怎么一醒来就跑了 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 骆青芒直接扑了过去 果然他喜欢自己 宋寒灯你真的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喜欢的人 宋寒灯拍了拍骆青芒 怎么了 在哪里受委屈了 跟维夫说 我给你报仇 骆青芒使劲摇头 宋寒灯捏住骆青芒的下巴 不想说也没事 为夫跟你贴贴 骆青芒被逗笑了 你从哪里学的 宋寒灯一脸得意 戏本子里都是这么哄人的 他握住小芒果的手 小芒果一直脸皮薄 这种事还是自己先开口吧 可是刚开口就被骆青芒按住了唇 你要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如果明天就要天崩地裂 你今天最想做什么 宋寒灯眼神一亮 脑中不自助地闪过一些画面 他轻壳一声 问这个干嘛 骆青芒扶上他的脸 说出来 不论你说什么 我都会满足你 宋寒灯靠近骆青芒的耳朵 我想和你生个小皮修 骆青芒愣了愣 吐出一个好字 骆青芒终于和小皮修圆满了 可惜两人又多了个五年之约 上集说到宋寒灯想要小皮修 骆青芒居然答应了 虽然对于骆青芒来说会修为大损 但这可能是他最后跟他在一起了 宋寒灯突然说到等等 既然我们要在一起了 那我们应该先败过天地 我可不做这无名无愤的事 骆青芒也有些扭捏 那这个要怎么办 我没有经验 宋寒灯也扭捏到我也没有 最后他们面向上苍 我骆青芒愿与宋寒灯结为道理 星辰陨落 沧海桑田 此心不变 接下来就不是我们能看的了 系统拉灯 骆青芒看向身后的宋寒灯 若是五年后 你还在 我们就再续前缘不再分开 若是你另有良配 那我就祝你幸福 之后骆青芒去了丰兰宗 他要给小徒弟讨回公道 再利用丰兰宗各种丑事为前提 最后两人立下赌约 五年后两兄弟会和现在 丰兰宗少宗主一战 若他们赢了丰兰宗便给他们继承 若他们输了 骆青芒则自毁修为为 今日的无礼冒犯谢罪 接着骆青芒去了雪山 在那里不仅遇到了守墓守 还遇到了一老头 老头是早已先世的玉华真仙 虽然只剩一道灵石 但也不是骆青芒能对付的 老头也不是不给 但需要骆青芒交换他身上的宝物 系统顿时不干了 你给他了我住哪里 哪只骆青芒二话不说就换了 只有双灵剑才能帮助双胞胎 系统你就委屈一下吧 因为本命法宝与骆青芒的根骨长在一起 老头直接给他一掌 并承诺如果他能挺住 就收他做关门弟子 剧痛袭来骆青芒想的都是自己的小徒弟 他晃晃悠悠地往无尉门走去 最后终于支撑不住倒下 四人赶紧冲了过来 他现在根骨不稳 经脉重伤必须马上疗伤 骆青芒醒来后 第一件事就是叫宋寒灯 宋寒灯靠近骆青芒 只听他说 你那天满意吗 宋寒灯脸羞的一个通红 然后非常震惊地坐直身子开始打坐 骆青芒握住他的手 看着他的背影 现在的他真的没法直视这个人了 总是会想到那一天 趁他现在没醒 还是先跑为上 不过他今天真的帅 要不贴一下再走 有可能是最后一口了 于是骆青芒直接贴上了宋寒灯 另一边 你可想好 风山捷径只给闭关的弟子使用 捷戒只进不出 没个五年你出不来 骆青芒垂下头 那个宋寒灯你让他回去吧 就说我们本是露水情缘就此别过 一声骆青芒你再说一遍 你敢进去我就再也不要你了 我会对别人好 娶别人 骆青芒不停强迫自己不要回头 不要回头 不然就走不了了 小皮修就要和别人成婚了 这让骆青芒怎么办 上集说到骆青芒在最后一天 把自己给了宋寒灯 然后决然地踏入风山境地 他每天都会想宋寒灯 只怪小皮修技术太好 让他想忘都忘不了 系统吐槽没想到你真的把他踹了 你果然是个渣 骆青芒不淡定了 这到底是因为谁啊 五年后小皮修都不知道是谁家的了 他抱起桌上的猫猫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宋寒灯的提神了 他使劲扑进毛茸茸的肚子 系统继续道 我以为你真的要把我送到老头 骆青芒抬起眼 玉华仙人为人刚正 你觉得他会用本命剑换你 双胞胎在玉华仙人的指导下 剑术也越来越好 每次落青芒想摸他们头时 总会想到里面是成年人的灵魂 这个举动让花慈敬很是烦躁 师傅以前最喜欢抱我摸我头发 但是来到这个破地方几个月了 他再也没有碰过我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不觉得他很奇怪吗 哥哥表示并未觉得 只是他额头的红质不知为何变成了红莲 弟弟有些无语 红莲好看啊 我就喜欢红莲 都怪哥哥我们就应该马上使用流年斩 马上长大 把封兰宗的人全部杀掉 然后我就能天天把师傅抱在怀里 封住他的腿 让他哪也去不了 哥哥一把将弟弟打了出去 清醒了吗 如果真如你所说像上一世一样 师傅再次死掉怎么办 弟弟不开心了 我不管 我就要抱着师傅 马上 而哥哥却说 我们弱小师傅才会护着我们 如果你一息长大 他还会像现在一样照顾我们吗 你可以现在就变得强大 像上一世一样做个浑世魔王 但师傅会离开这里 没准就去找宋寒灯了 你打得过他吗 我能看得出来师傅是真的喜欢那个宋寒灯 我要是你就在这十年的时间里 想办法代替宋寒灯 而另一边 系统提示恭喜宿主 双胞胎黑化值下降三点 鬼王叶兰即将走入关键剧情 马甲切换中 于是就出现这个情况 我们这是要去哪里 大黑皮淡定到去少君殿下的成亲喜宴 什么 谁的 成什么亲 灵霄宫内 宋寒灯正看着手中的铃铛发呆 妹子催促殿下 您怎么还在这里 典礼马上就要开始了 宋寒灯手指一个用力 铃铛破碎 走吧 大黑皮搭上洛青芒的肩膀 怎么老乡好成婚了 你不高兴 系统也忍不住嗶嗶 太残忍了 宋寒灯就是个渣男啊 怎么刚跟你分手就和别人结婚 洛青芒垂下眼眸 这不是很正常吗 很多人都是这样 更何况是我先离开他们 系统戳了戳小手指 宿主 你会不会哭啊 要不我们抢亲吧 洛青芒叹了口气 罢了 他成亲也好 我们两个人总要有一个人得到幸福 宾客入座后 宋寒灯携手新娘出场 割得太多忍不住呕吐 而新人已经开始一败天地 回忆一幕幕浮现 酒一杯杯下肚 大黑皮看向他 你不看看那边吗 过了今天可就见不到了 还是说你生气了 洛青芒一口堵住他的嘴 孙上这是怀疑自己的实力 才总怕我跟人跑吧 只有弱者才会反复试探 这边宋寒灯走了过来 我不记得我给鬼妓发过请柬 大黑皮一把拉过洛青芒 是我的小奴太眼目殿下了 我这才带他来一堵殿下风采 洛青芒抬起自己的包子脸 宋寒灯一脸淡漠 鬼王说笑了 我与你这位下属并未见过 何来轻怒 洛青芒愣了下 他举起酒杯 虽未曾谋面 但是得见少君与夫人 天作之和 待宋寒灯离去后 洛青芒转头看向大黑皮 你今天带我来这里 就是为了看戏 大黑皮扑斥一笑 还是我的小奴了解我 我想要你今晚 去宋寒灯的新房里 帮我偷一个东西出来 洛青芒有些无语 我不去 想让我死你可以直接动手 大黑皮凑近洛青芒 我怎么会舍得让你死呢 教你一个小法术 这个叫医生换位 若你被发现了就立刻跑 就算被他抓到 我相信也不会有人舍得 伤害如此漂亮的小东西 洛青芒羞的一个战起 行了 我知道了 真是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而大黑皮想的却是 只有让你亲眼看到 他与别人共赴云雨 才能让你彻底死心 既然你已经是我的东西 那我就不允许你心里还有别的人 洛青芒终于发现 宋寒灯的媳妇居然是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而宋寒灯对人偶的深情告白 让洛青芒决定好好补偿他 宋寒灯也终于认出眼前人是洛青芒 洛青芒来到婚房后便开始找东西 玉瓶掉落地上喷的一声 新娘居然毫无反应 洛青芒觉得很是奇怪 于是便试探了假 君妃殿下韭菜被好了 您现在用吗 新娘依旧毫无反应 洛青芒走进新娘 她从未如此好奇过 宋寒灯的心上人到底长什么样子 这女人怎么长着跟她一样的脸 但是她却双目无神仿佛没有神志一般 这边宋寒灯醉醺醺的走了进来 老婆 洛青芒灵机一动躲到了床底 她眼见宋寒灯靠近了新娘 眼见她扑在那人怀里说着 老婆你今天真好看 原来宋寒灯也会在别人怀里撒娇 她真的跟别人一起了 洛青芒突然想到了什么 等等 这个世界的人也叫老婆吗 不对不对 他们两个要是一回那啥 自己不能一直在这里挺枪角的 那还不如直接给自己一刀 洛青芒直接使出大黑皮叫的疑心慌慌 哪知再次睁眼 自己居然和新娘交换了位子 宋寒灯这时突然瞪大了眼睛 张三这脸做得太小了 连体温都是一样的 她拉过洛青芒的手 我的小芒果 我是不是很没出息 宁宁说好的不要你了 说好的我会跟别人成婚 可是我做不到 我只能让张三做个一模一样的人偶出来 我只喜欢你啊 就算你为了那两个小崽子抛下我 就算你伤透了我的心 我也只喜欢你 洛青芒扶上宋寒灯的下盒 然后直接贴了上去 你是傻子吗 怎么会办出这么傻的事 宋寒灯吓得连连后退 疯了疯了 张三你的人偶疯了 他会说话了 一定是我喝多了 我要冷静下 这是人偶不是洛青芒 他扑通一声跳进池子里 洛青芒轻笑一声 这个傻东西 他扯掉自己的发白 然后走进宋寒灯 你真的不睁开眼睛看看我 宋寒灯此时不停念着清心咒 洛青芒戳了戳塔 寒灯哥哥睁开眼 看看我妈 宋寒灯心脏都被萌化了 你瞎说什么 谁是你哥哥 张三你这是做的什么人偶啊 这时洛青芒靠得极尽 今夜理应是我们的洞房花族 你就没什么想法 宋寒灯撇开视线 与我成婚的是洛青芒 这场婚礼不过是被那群老头子逼得无奈之举 我不能对别人越举 这是对他的 洛青芒抱住了他 对他的什么 他都舍得离开你了 你又何必一心守着他呢 而宋寒灯却说道不行 我只要他 洛青芒一正 他埋进宋寒灯的肩头 是我的错 只顾着自己的事 伤了你的心 我补偿你好不好 宋寒灯还是有些疑惑 你真的是我老婆 洛青芒说了好多宋寒灯的爱好 最后一向直接让宋寒灯瞪大了眼 他一把拉过洛青芒的手 洛青芒你还肯回来 小皮修的洞房花竹就这样稀里糊涂的过 下次要是让他抓住洛青芒 非得让他困床上三年不许下来 上集说道洛青芒和人偶兑换 然后又自曝身份 这下宋寒灯不淡定了 洛青芒你还敢回来 其实洛青芒一直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归属感 心里清楚对于这里的人而言 他只是过客 早晚都要走的 所以面对宋寒灯示热的爱意 他是有些手足无措的 虽然心里想着要他 但实际上仍旧畏缩着不敢向前 决定进入风山捷径后更是一位逃避 告诉自己就算宋寒灯有了别人也没什么 其实只是怯弱自卑罢 他不愿去相信 相信这世上有人爱他爱到愿意等他五年 宋寒灯这么好 想要什么样的人没有 怎么会那么傻的守着那份只有天地见证的婚约 但是宋寒灯却用这场盛大的婚礼 让他看到不论发生什么事 他爱自己中过山海 洛青芒看着满是裂缝的铃铛 宋寒灯是虐待你了 然后施法将其修复 又重新戴在了宋寒灯的脖子上 他扑进宋寒灯的怀里 乖乖等我 齐齐蹈巧我就来看你 接着便扶着自己的老妖离开 心里忍不住吐槽宋寒灯你够狠了 欠你的就当是我还过了 这野兽一般的体力 自己还是老老实实在结界里待着吧 这边大黑皮突然出声 拿个东西要这么久吗 洛青芒将东西递过去 你以为宋寒灯的东西随便扔在角落里吗 实际这东西是洛青芒从宋寒灯那里宽来的 我好不好 你的宝物能不能给我一个 宋寒灯立刻拿出 都给老婆 大黑皮突然靠近洛青芒 你身上都是野兽的味道 差点忘了这人也是只野兽 他打着哈哈 我在他的衣橱里躲了两个时辰 有一些他的味道不是很正常吗 大黑皮扶上洛青芒的耳朵 我相信我的小奴 应该不会对有夫之夫有什么幻想 他为高拳重想要什么样的人没有 你现在只有我 洛青芒知道大黑皮肯定在CPU自己 可是世人只知道他是少君宋寒灯 却不知他的热情与可爱 另一边 宋寒灯捂住头坐了起来 头疼 四胞胎太能喝了 下一秒他突然想到了什么 自己仿佛水了小芒果 可是怎么可能呢 他应该还陪着自己的宝贝徒弟 待在风山节界里 可是昨天那个梦境未免太不真实 突然他眼神一正 手扶上自己脖子上的铃铛 大喊一声饼钉雾 三个妹子瞬间出现 昨晚是否有人与我一起 饼妹子表示自己可啥也没听见 雾妹子也表示自己啥也没看见 这下丁妹子不淡定了 不是说好了不能偷看殿下吗 宋寒灯这下算是明白了 看来是真的有人跟我在一起了 丁妹子解释我们确定 他对殿下没有恶意之后 我们就没再听了 丁妹子赶紧附和 对对 他说寒灯哥哥看看人家吗 我听的骨头都酥了不敢再看一眼 宋寒灯倾壳一声 以后他在你们就不用在殿里守候了 他能确定昨晚是落青吗 可是他到底是怎么从风山界境里出来的 宋寒灯站在樱元树下 看着树上挂着的童心锁 三妹子一边吃瓜一边讨论殿下好可怜 明明樱元树上写的是两人的名字 但却只有一个人知道 却不知宋寒灯此时内心早已狂化 等我抓到你就把你困床上三年不许下来 又黑又壮又妖孽的大黑皮上线了 我们的小芒果到底给大黑皮吃了什么 堂堂鬼王都炸毛了 上集说到洛青芒吃了就跑 气得宋寒灯那是直跳脚 接着叶兰便带着洛青芒回鬼界 若是平时洛青芒很是愿意欣赏车外风景 此时他觉得有点难熬 好疼 大黑皮显然发现了洛青芒的不自在 你怎么了 洛青芒脸红红的回道 没什么 刚刚偷东西的时候受了点伤 殊不知他这模样让大黑皮更是感兴趣 真是让人兴奋了 望穿河畔 系统忍不住吐槽这河里的鱼能吃吗 洛青芒倾笑 我要钓的鱼非此鱼 下一秒一妹子便出现了 公子好雅兴啊 洛青芒拉起一条鱼 就算每人不来 我也会登轮拜访 我本是一小小灯奴却不小心入了尊上的眼 想要问姐姐到底要怎么在她手底下生存 妹子表示能让尊上刮目相看 我知道你绝不是流俗之本 尊上是整个鬼界的王 没人敢忤逆他 不过你也不必担心 尊上一罐喜心厌旧 不出七天他必厌倦 奉劝你一句千万别对他动心 否则日日看他心欢不断 你会生不如死 洛青芒回到这里放心 我对又黑又壮又妖孽的类型不感兴趣 我喜欢姐姐这样富白貌美的 所以姐姐也不要喜欢她了可好 妹子一正你怎么知道 下一秒 一尾巴肩扫过 我警告过你 不要打她的主意 妹子极力辩解 大黑皮眼神一冷 我都看到了 说着尾巴肩再次朝妹子袭去 洛青芒一把抱住 等等 是我想向他打听尊上的事 大黑皮一脸傲娇 有什么事不能直接问我 洛青芒饿了一声 大黑皮叹了口气 爸 下不为例 接着一把抱住洛青芒 四处招惹 我应该给你打一副脚料 洛青芒却喊了 我的头 大黑皮尾巴一勾便戴上了头 妹子不由感叹 好一个高手 回屋后 大黑皮便说到做到 直接给洛青芒戴上了脚料 以后不要随便乱跑 再让我看到你勾三搭四 就立刻搬 洛青芒抬起脚 这玩意应该值不少钱吧 够小皮羞吃一顿了 他转身摸向铜里 其实我是去钓鱼的 想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你看这鱼多精神 大黑皮不淡定了 你确定这玩意长成这样能吃 洛青芒黑黑一笑 当然了 接着鱼便摆上了桌 你看 很香吧 说完加起一块鱼肉 张嘴 那鱼肉全身都散着黑情 别提都恐怖了 堂堂鬼王都有些汗眼了 但看着洛青芒期待的眼神 最后还是变回蛇一口吞掉 接着大黑皮便上演了蛇蛇战狗 洛青芒端起酒 遵上我敬礼 他就不信自己把夜兰灌顾醉 等他醉了想问什么都能套出来 一炷香后 洛青芒哭得那是稀里哗啦 我爸我妈都不要我 不要我生我干什么 根本就没人爱我 亲情友情爱情只有我什么都没有 我就只有这个金光闪闪的宝石脚亮 大黑皮摸了摸洛青芒的头 以后我疼你 只要你一直待在我身边 亲情友情和爱情 我都可以给你 洛青芒摸了摸鼻子 骗人 我一点都不了解你 你就是在利用我 逗我玩而已 夜兰看向他 你就这么想知道 你要是愿意听 我可以讲给你听 洛青芒居然有了 上集说到洛青芒准备灌醉大黑皮套话 不得不说那演技真是绝了 此时大黑皮正给他讲着自己的过往 以前有个野孩子 从他有机一开始就在跟野狗抢势的 被村民追打 晚上他就一个人住在土窑里 像个野兽一样 你说像他这样一个人 又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上呢 有一天村外来了个特别有钱的老爷 他说家里没有孩子 想在村里挑一个继承家业 村里人争先恐后 想把自己孩子送给老爷 老爷却偏偏选中了 那个又瘦又小的一孩子 他把孩子带回家 亲自给他洗澡穿衣服 准备了一辈子他都没见过的山珍海味 老爷把孩子当做亲生子一样 嘘寒问暖 听名师教导 等他长到十二岁时 他偷听到父亲和一个鬼僧商量 也把他大写八块 正在大宅四角为老爷增运斑彩 小孩逃跑时被抓了回来 那鬼僧不知道用了什么妖术 生生把他切成五块 小孩的意识却还在 他看着自己血淋淋的身体 被扎满了阵魂钉埋进地下 洛青盲垂下视线 后来呢 大黑皮瞥了他一眼 然后轻笑一声 小东西竟然敢呼我 他接着到后来就记不清了 洛青盲又问还会疼吗 其实夜兰早就已经许久 不知道什么叫做疼了 系统提示 恭喜宿主 解锁鬼王的身世三分之一 请宿主再接再厉 洛青盲感觉自己头都脱了 才三分之一 这还是自己连哄带骗问出来的 那剩下的岂不是更难了 这边宋寒灯已经冲进了无畏门 小弟子那是拦也拦不住啊 您看我真的没骗你吧 我们道尊真的还在捷径里 宋寒灯语出惊人 我要见你们无畏道决 风山捷径我要带走 而风山捷径的洛青盲 莫名地觉得突然有点了 捷径里应该没有风吧 也不知道为啥最近饿得很 咚的一声 老头直接抢走烤鸡 老道辛辛苦苦给你带徒弟 你竟然在这里吃毒食 着实可恶 没错这老头也跟来了 一开始还装不作样地测试自己 后来就哭爹喊娘地求自己带他走 这地方千百年来都没个鬼影子 老道真是呆够了 老道一边吃一边苦口活性 你作为无情修道者 本该断绝七情六欲 本该闭谷了才对 两人对视一眼 老道有叹了口气 罢了 身都破了更何况是口腹之欲 洛青芒挠了挠头 也不用说得这么清楚吧 又不是我想修无情道的 那个鸡 你还是给我留点吧 老道醋眉 你原本也是如此贪图口腹的人了 洛青芒一正 那倒没有 最近确实有点贪吃贪睡 我不会得了什么绝症吧 老道直接出手 一道灵力进入洛青芒体内 洛青芒昏迷前只想吐槽 不至于吧 就为了一只鸡 这时双刀胎出现 老贼休要伤我师父 老头手指一挥 将两兄弟拦住 你们师父没事 只是你们可能要多出个师弟师妹了 两兄弟顿时猛了 当小皮休也有了 再多家产也不够吃啊 另外花瓷竟终于忍不住要对师父出手了 上集说到洛青芒有了 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居然在丹炉里 老头表示你的身体现在需要大量自武 不然几天就会被吸干 洛青芒一脸猛 自己就是饿了一点 难道真的是什么绝症 老头很是八卦 给你破身的是上古神兽吧 只有他们有这种能力 洛青芒顿时想起妹子的话 别说是您了 只要殿下想 门口的十狮子都可以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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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我一个大男人不可能 你还是直接砍死我吧 老头给了他一个板栗 谁说你怀了 是你体内的丹铃分化了 也属于另外一种孕灵体 只是以你的丹田为根 且孕育的是你们的分身 上古神兽本就只有很小的几率繁衍后代 这种方式能够让他们的幼崽成活率更高 洛青芒仿佛抓住了关键字 我们 老头表示孕育后代 当然要两个人 洛青芒不厚道的笑儿 也就是说宋寒灯也会 而此时的宋寒灯正在大口吃 不够不够 还是不够 妹子们都不淡定了 殿下怎么回事 越来越能吃了 我怀疑他的本体不是皮秀而是滔铁 他一会要吃我们的时候 我们要反抗吗 此时的宋寒灯那是十分烦躁 他不停地吼着抢来的捷径 捷径内部阵战 一颗蓝色的珠子从宋寒灯肚子里飞出 然后钻进捷径 一颗粉色的珠子又从捷径飞了出来 在宋寒灯疑或者是做什么的时候 珠子伯的变成了一个小娃娃 模样和洛青芒一模一样 宋寒灯整对人都蒙颤了 好可爱 小洛青芒害羞地看着宋寒灯 而另一边洛青芒也看着手中的小娃娃 小娃娃羞地飞到洛青芒唇边 我急一口 洛青芒抓着小娃娃 闭脸汗颜 我生了一个宋寒灯 老头吐槽都说了十分深 刚刚从你丹田出来的应该去你乡好那边了 这个是他的 洛青芒那是玩得不宜悦乎 罢了 只要我知道是你就行了 下一秒小宋寒灯就被人打回了原形 花瓷镜一板砖过去 别碰我师父 说着更是提借就要看 何方妖孽 还好洛青芒拦得快 要不小宋寒灯就危险了 洛青芒正飞花瓷镜后 赶紧抱起小宋寒灯 小布金你没事吧 花瓷镜你太胡乱了 花瓷镜这下委屈了 师父你是不是更喜欢他 一个像宋寒灯的小怪物 要是我和宋寒灯掉进水里 你先救谁 洛青芒无语了 这是什么鬼的要命的问题啊 他正想解释的时候 老头居然不忘补刀 他们孩子都有了 那肯定是相好重要了 玩你不要太往心里去 花瓷镜彻底伤心了 我讨厌师父 说完头也不回地跑了 洛青芒也是怒了 臭老头你还嫌我这不够乱是不是 老头是懂得 这种事还是要说明白的 在修仙界最流行师徒练 什么兵啊 什么燃啊 洛青芒顿时耸了 罢了 这样也好 进而应该有童年阴影 我还是要跟他们保持安全距离 而花瓷镜正查着古书 无情道尊破身 则红制化为红莲花 他眼神一朗 师父那么淡漠高傲的人 一定是他强迫师父的 宋寒灯 我定要杀了你 另一边 小洛青芒的待遇就比较好了 见到自家家长 修得一个飞果 不停地啵啵啵 宋寒灯轻笑 你还挺主动的 不过这小东西 既然是小芒果的分身 那这脚和尾巴又是怎么回事呢 殊不知自家的媳妇 就要被别人偷袭了 师父 我等不及了 今天我就要把你彻底变成我的 小徒弟终于要对师父下手了 上集说到宋寒灯和小波波玩的不一月忽视 花瓷镜闯进了师父的房间 师父我等不及了 今天我要把你彻底变成我的 一打开床帘 他就不淡定了 师父的床榻是不是过于喧嚣了 他羞得将两只毛绒绒扔了出去 然后看下那个小伙机 用线将其绑住 他嘴角勾起一母笑 你啊 就在这看着我是怎么占有师父的吧 师父我会很温柔的 过了今天你就是我的了 没有人能再把你夺走 在手符上洛青芒的驳梗时 洛青芒低难一句静儿别怕 师父会护着你 这话让花瓷镜眼神一正 他陷入了沉默 然后变回小孩子 扑到师父的怀里 师父我到底该拿你怎么办 师父我是不是生病了 在花瓷镜睡着后 洛青芒那是一个精坐器 系统你听到了吗 这小子疯了 他要花花我 我的教育出啥问题了吗 系统很是淡定 其实跟你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他们本来黑化值就很高 都不是什么正常人 再说他想花花你这件事 在四象城我就知道了 而且我不是提醒你 小心你徒弟吗 洛青芒都想掐死系统了 那你也没说是要小心这个呀 老子是来感化他们的 又不是来做花花的 系统不停咳嗽 这也是感化的一种啊 我有个同事的宿主 在一个叫海棠的地方 用这个方法 把几个要毁天灭地的大魔头 都挑白了 洛青芒无语了 富强民主闻名和谐 我是新时代的好青年 你刚说的什么话 我可没有听到 他叹了一口气 明明是这么可爱的小正台 脑子里都是些什么废料啊 另一边 林霄殿 宋寒敦正上着早朝 大臣们一个个禀报任务 而我们的主角 居然聚精会神地摸鱼 看着小伯鸡呼呼睡觉的样子 他忍不住露出笑容 大臣讨论正热烈的时候 小伯鸡开始玩毛笔 还给宋寒敦画了一个大大的心 宋寒敦扑的笑书声 大臣还以为殿下有什么想法 宋寒敦轻咳一声 你们继续 然后扯过小伯伯 不要闹 小伯伯扑到宋寒敦身上 样子很是乖巧 而下一秒 宋寒敦就饿了一声 休得一个站起 行了 剩下的是文书递上来 今天就到这吧 带人走后 他迅速来到柱子后面 胸口上一个大大的牙龄 小东西怪不得叫芒果 外面看起来香甜可口 里面一扒开都是黄的 而洛青芒想了一晚上 特别是这些一言不合就黑话 给你看的大佬们 戏捧黑黑一笑 要不我给你出个招 第四位大佬就要出现了 你可以先逃去那边 洛青芒只感觉自己就要忙坏了 午饭时 花瓷树做了师父最爱的松鼠桂屋 洛青芒感叹 还是小树儿会伺候人 花瓷镜又开始吃醋了 洛青芒叹了口气 要是两个都像树儿这般乖巧 懂事就好了 老头很是不淡定 他还没这灶台高 你这样没觉得不妥吗 洛青芒愣了下 还是醋溜活鱼 花瓷树一边给师父鲍鱼一边附和 师父清心寡欲 又日夜教授我们课业 着实辛苦 这些粗活还是我来比较好 老头无语了 他哪里辛苦 每日教你们剑法的明明是老道啊 下一秒盘子里就多了一堆豆子 那你也吃 洛青芒给了颗金豆子给小鸡 御华真人秀为剑法都在我之上 我徒弟当然值得最好的 老头瞥了一眼两兄弟 你是真疼这两个 只希望别养出两只狼崽子才好 其实洛青芒也知道了 只是亲不得 远不得 该如何是好 这时系统突然警报 有毒物质正在接近 双胞胎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请宿主尽快解决 洛青芒终于变身了 你们猜他到底是啥 上集说到有毒物质靠近风扇捷径 系统表示他可以开放额外马甲权力 让洛青芒出现在小步机上 不过身体幼小毫无法力 洛青芒请老头保护自家徒弟 就开始了马甲切换 而宋寒灯此时正在举杯妖明月 好狠的心啊 你自己在这里面躲避城市 和两个徒弟岁月静好 却留我一个人在这里新婚就独守空房 小波波波了一声 宋寒灯哼了一声 以为派这个小东西过来撒娇卖萌 就能一带过了 五年的时间 我要让你出来之后一定不给我 咚的一声 宋寒灯有些无语 喝个酒也能喝到碗里 洛青芒一脸晕 怎么刚来好像就听到了什么不得了的话 宋寒灯原本就这么大吗 为啥他还在晃 这个小东西刚喝了多少啊 他张了张嘴 一把抓起他 你会说话 与此同时洁净内 两兄弟正逼问老头 他们的师父到底怎么了 这时洛青芒羞的睁开眼睛 不停地说着拨 然后抱起两兄弟就玩了起来 老头猛了 难道这家伙知道自己会发疯 才让我护好他们 而洛青芒此时整个人都晕的 我是谁 我在哪 宋寒灯我想你了 说完还使劲蹭了蹭 宋寒灯这下不淡定了 洛青芒是你吗 到底是不是你 由于过于激动 因此没发现池塘里有东西正悄悄靠近 嗖的一声 宋寒灯眼神一冷 常见一挥 什么东西赶到林霄公造此 他将小洛青芒放进怀里 等会再收拾你 接着便和黑雾斗了起来 而洛青芒显然很满意这样的现状 我这是在做什么美梦吗 不行不行 不能沉迷美色 我要干正事 系统数据分析下血妹琉璃煞 系统回到 几百个怨灵炼化而成 会缠着目标不死不休 直到把人吞噬 洛青芒怒了 竟然这么狠毒 宋寒灯上啊 绝对不能让他进捷径 宋寒灯很是疑惑 小芒果怎么会惹上这种东西 而且那些东西已经开始在进入捷径 这样下去不行 小芒果现在只有一半的修为 根本对付不了这东西 现在只有 说完他化身皮修 大吼一声 老子什么都吃过 就是没吃过你这种脏东西 洛青芒彻底吓着了 宋寒灯你干嘛 别胡来 就在宋寒灯张口吃时 一双手扶摸上了他的头 放心 我有办法 接着他贴了贴小皮修 小芒芒掉了下来 洛青芒回到了捷径 宋寒灯不停敲打 洛青芒你找死吗 而风扇捷径内 小芒芒还沉迷在带孩子中 花慈敬表示自己很喜欢这样的师父 老头突然道 不好 有东西进来了 血妹流离煞 洛青芒已切换马甲冲了上去 两兄弟紧跟齐上 师父我们来帮你 老头很是郁闷 别乱来啊 这么多年过去了 世上怎么还有人会用这种脏东西 小子 老道是灵体对他不作用 洛青芒表示我当然知道 宋寒灯都砍不死他 只能吞噬 我们还有别的方法吗 系统这时说到 能让这东西停下的方法 只有中他的人 不过分析显示 这东西的行动轨迹 好像只追着你 洛青芒想到了办法 他看向小布鸡 宝贝能把那东西吸过来吗 小布鸡大嘴一张 琉璃煞全部吸了过来 洛青芒一把捂住小布鸡的嘴 然后将琉璃煞吞了进去 系统再次发出警报 宿主强行提前使用 第三马甲本源能力 身体透支 请宿主立刻开始休眠 前往第三马甲 上集说到洛青芒吞噬邪灵 提前透支第三马甲本源能力 必须立刻休眠开启新的任务 此时的洛青芒胸口 开出一朵莲花 两兄弟很是担心 师父你怎么样了 哥哥颤抖地伸出手 最后咬紧牙 我知仙人法力无边 还请仙人救我师父 我定以死相报 老头回到他死了便死了 你们是我传认 我还是可以教你们的 花瓷静怒了 去你的传人 我只要我师父 你到底能不能救 能 但是我要夺舍你 救了他你也不能和他在一起 花瓷静一愣 他看向师父 你想要就拿去 我只要他活着 花瓷树上前 我的身体各方面都比他强 我的给你 洛青芒轻咳一声 臭老头别欺负我徒弟 老头一脸淡定 老道只想看看你为了这两个崽子 做这么多值不值 我只能保你不死 但是能解开这煞的 就只有种煞的人 洛青芒安慰两兄弟 听到没我死步了 只是好像不能陪着你们长大了 花瓷静哭得很伤心 不要我不要离开师父 洛青芒将人抱进怀里 树儿 你们要好好跟玉华真人修炼 找到那个种煞的人 这样师父就会回来了 花瓷树看着师父 然后埋进师父怀里 师父放心 等再见面就由我们来保护师父 洛青芒到好 他抱住花瓷静 既然你的心思师父都知晓 但是实在不知该如何是好 就让师父静一静 你只需记住 不论如何我都是你的师父 接着老头便将洛青芒包裹了起来 恭喜宿主 双胞胎黑化值降低五点 现在开始为了你切换马甲 洛青芒只希望回来之后一切恢复正常 不过他也没想到第三个马甲力量那么强 一定是个厉害的角色 恭喜宿主获得第三个马甲 霍庙里的小乞丐 洛青芒无语了 给我个不把你做成五花肉的理由 系统求生力特强 有有有隐藏身份可以开发 宿主第三马甲身份是西城首富好友的孩子 虽做养子 但实际上有你自身自灭 洛青芒觉得自己可真牛 这马甲身份一个比一个惨 还是别耽误时间了先去找目标任务 不过现在鲜甜饱肚子 人家穿越都是王子大侠 自己就是乞丐 真想念自家朔儿做的鱼啊 啪的一声 臭傻子你竟然还敢偷吃东西 一人拦住 今天是小姐的大日子 有贵客在可别惊动他们 洛青芒倒要看看这些贵客 哪个是他的任务目标 只是这人也太多了吧 自己这要去哪里找啊 排除一干人后 他来到后院 这人头上没有黑画纸 也不是 他忍不住怀疑系统 你的信息是不是有误 那人根本就不在这里 屋内传来声音 你这次算是一步登天 嫁入王府以后 一定要笼络夫君的心 他日若登基为帝 那你就是母仪天下 要不是我们把住了那小叫花子 你都摸不到燕王的边 洛青芒一愣 小叫花子 感觉好像有我的据起 你从小就说要钻紧那小子 到底有何用 夫人回答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这叫戒运 原本这强横的运势是他的 是我回娘家找人 做了法咒抢过来的 不然你以为你爹能这么发达 那燕王也是因为有高人指点 看中了我们家运势 才肯定那你为妻 洛青芒心想这家人挺狠啊 抢走自己的运势 还不好吃好喝供着大爷 他狠狠一咬牙 真是欠教育 这是小四禀报 夫人燕王那边派人来接小姐过去 洛青芒就要有大儿子了 不过这大儿子居然在成婚 第一夜就把他踹了出去 上集说到洛青芒发现了这家人的秘密 居然是借自己欺验 还把自己当乞丐呀 真的是欠教育 于是他和系统换了定身咒 将两人病主 我也想见见这神仙模样的燕王 就借姐姐的衣服和盖头一用了 系统忍不住吐槽 宿主这可是你弟恩赐结婚了 侍卫将其带到王爷房间外 进去吧进去吧 洛青芒刚进屋 就听到一声过来 盖头摘掉 这家伙好冷的气场一看就不好冷 那内心祈祷别是任务目标 别是任务目标 然后就被打脸 黑化之百分八十八 洛青芒一句草泥马不知当不当讲 下一秒他就被人砰的踢出了门外 燕王那是一脸怒怒 王家是找死吗 敢拿个男子唬弄我 洛青芒嘎了一声 系统这活我不接了 一把剑指向洛青芒 说谁派你来的 是不是想刺杀殿下 王富贵赶紧解释 燕王殿下饶命 这是我的养子 他是个傻子 绝不是什么刺客还请殿下明察 大妹子赶紧复合 是他非要见殿下 不知道用了什么鞋术 定住了民女和母亲 穿了我的衣服冒充我的 燕王看向洛青芒 你为何要见我 洛青芒细经上身 我听姐姐说殿下 是这天下第一好看的人 像神仙要嫁给你 然后做皇后 我就喜欢好看的人就来了 大妹子急了 民女没有说过 燕王眼神一冷 刚刚你父亲说他是个傻子 傻子会说谎吗 妹子这下说不出话了 燕王吃笑 京城第一才女不过如此吧 这婚事作罢 我燕王府不需要野心勃勃 又没有自知之明的人 大妹子心里很是不甘 自己的皇后之路 就是这么晚了 侍卫有些疑惑 殿下就这么放过那个小子了 燕王喝了一声 王家因为他丢了 能够一步登天的婚事 你觉得会放过他 于是我们的小乞丐 又被打了一顿 丢到了观音庙 他此刻真想快点拿回契运 不能一直这样 这边一人提着东西进来 这人是园主的二婶娘 经常会给他带吃的 洛青芒一边上药一边打工情况 这才知道原来这个宅子 在他刚来的时候翻修过 最离谱的是 别人休息完工都会选择陪天 而老爷偏偏选择晚上 夺人气运的法阵就那么几个 这样一一排除自然能找到阵营 晚上 后山祖宅 洛青芒一边走一边 给系统讲着故事 一张大白脸突然出现在他眼前 系统欲哭无泪 在这种地方讲故事 你是变态吗 洛青芒一脸得意 这就叫以不公睹 西西索索声音响起 洛青芒走近一看 这狼把坟墓里的尸体扒拉出来 可是那狼是怎么死的 不过现在还是先开工 老头对自家祖宗也挺狠 居然作为阵眼 我们现在只要把尸体和狼 换个位子就好 不过这个兄弟差点 被狼啃得尸骨无存也挺可怜 要不顺便挖个坑把他也埋了 兄弟我不经常做好事 你以后可要保佑我徒弟 早日拿下风蓝宗 保佑鬼王别那么神经 保佑我和宋寒灯 早日过上没羞没臊的生活 下一秒他的脚被猛然钻住 那人正血淋淋的看着他 洛青芒吓得一铲子过去 乍失啊 那人疼得再次晕了过去 身上居然紫光大盛 系统不淡定了 身带紫光帝王之气 独孤物 他就是那个燕王女的任务目标 他死了你也活不了 这下洛青芒不淡定 我靠大哥你还喘气不啊 不要死啊 洛青芒攻略而子继 不曾想越养越不对劲 自洛青芒在坟地 给燕王一铲子后 就将人带回了破庙 系统忍不住吐槽 这已经是宿主第二次 差点干掉任务目标 说实话洛青芒是真的不想救这人 他怕这人醒来弄死他 系统反驳上次是鬼打不死 这次使人真的快不行了 建议宿主花十积分换一颗大环丹 洛青芒不乐意了 太贵 有没有那种半死不活的 最后他花了两积分换了颗药到病除完 喂下药 他将燕王狠狠绑住一方万一 然而燕王醒后情况居然有些不对 他先是看着自己说痛 接着又看着洛青芒说恶 洛青芒拿起二婶子给的包子 自己不会把他脑子打坏了吧 而且黑化之居然变成了零 系统一脸无语 请宿主帮助任务目标恢复正常 洛青芒指了指自己 其实你叫洛满头 你是我儿子叫爹 燕王一脸嫌弃 洛青芒乐了 看来你还没傻透 其实我是你干爹 你是我在街上捡来的 好了 现在你在这里等我 哪都不要去 我去给你找大夫 可怜兮兮兮倒要回来 洛青芒那声 乖仔我很快回来 接着就哼着小曲出门了 殊不知不远处的王大小姐 正预谋着什么 洛青芒一到街上就愣住了 这是什么东西 系统提示恭喜宿主开启麒麟之眼 能见世间一切珍贵的东西 看来自己以后可以过好日子了 这是一人冲了出来 小乞丐你怎么还在这里 你家着火了 洛青芒赶回来时 二婶子正帮忙灭火 洛青芒第一反应就是坏了 那傻子还在里面 于是想也没想冲了进去 洛馒头你还在这里干嘛 好啊 馒头有些委屈 可是爹爹你让我不要乱跑 我怕你回来找不到我 洛青芒眼神一正 一把抓起他的手 真是个大傻子 将人拉出屋后 楼上的王大小姐瞬间不淡定了 这人怎么是燕王 二婶子逮着洛青芒训斥了一顿 你这孩子是不要命了吗 洛青芒拍了拍馒头 只是我这儿子是个傻的 见不到我不会出来 二婶子很是无奈 你呀自己活着都难 又捡了个脱油瓶 以后可怎么办了 燕王垂下视线 攥紧洛青芒的袖子 洛青芒侧头 捏住他的手 然后使劲揉了揉馒头的头发 二婶子您放心 这小子来了之后 我就开始交好运了 很快知府变来了 洛青芒赶紧将燕王脸上抹黑 然后羞的扑倒知府面前 大人救命嘛 有人要杀我 接着手一指就是他 他一早就在这里看着了 好像一开始就知道 这里有热闹看 这下吃瓜群众热闹了 清官难断家务事 师傅也不知道该怎么判 只能对王源外说 毕竟是你养子 也不能这么可待了 于是乎晚上 洛青芒终于有床睡了 却不知此时的大儿子 正仔细观察他 那黑化纸更是闪了又闪 这家伙竟然是个 可以随意操控黑化纸的主 接下来几天 洛青芒带着大儿子逛街 买衣服 看大夫 还一起看花灯 他给馒头一个面具 并告诉他以后 除了在爹爹面前 其他时候都要戴上 馒头有些疑惑 为什么 我不好看吗 洛青芒汗颜了 这家伙就是太眨眼了 估计上次在坟墓 都是被人算紧 他掐了掐儿子的脸 就是太好看了 只能给爹爹看知道吗 馒头嗡了声 只给爹爹看 洛青芒遭大儿子偷袭 只是这狗狗属性是咋回事 而我们的小皮修 还在洁境外傻傻等 不就五年吗 我等不起 此时的王爷正在屋顶看花灯 洛青芒将要端了上来 一步小心脚一滑 洛青芒看着乖乖喝药的大儿子很是新闻 大夫说你要好好养着 不能累着也不能有大的情绪波动 有什么事就和爹爹说 燕王擦了擦嘴 我想吃馒头 洛青芒一屁股坐了下来 自己去拿我在这里看风景 所以大儿子只能自己去拿 途中还碰到王大小姐 王大小姐骗他说自己是他的未婚妻 还说他们已经有了夫妻之事 是不是那个小乞丐说他才是你的妻子 他是骗你的 之前那个小乞丐就想从我手里抢走你 燕王是不记得了 但是他不是傻 爹爹可没说他是自己妻子 而且这女人就是烧了我们房子的人 现在又来挑拨 真是讨厌 我想我不喜欢你 我应该很挑剔 不会轻易与人亲近 王大小姐急了 我说的都是真的 他真的对你有非分之想 燕王知道这人说他长得好看 还说他的脸只有他们看 但那又怎么样 而洛青芒此时正想着送寒灯 要是此时在我身边的人是你就好了 而我们的小皮修明显不知道 自家媳妇早就从捷径里跑出来了 还一直守着捷径 不就五年吗 我能等 不远处传来呼喊声 不好了 小姐院子着火了 而我们的燕王黑化值已经升到了百分四十 显然是刚去放了一把火 王大小姐哭嘻嘻地找到自家爹 一定是那个乞丐干的 王源外觉得这是不简单 估摸着是他们家的运势出问题 接着他一脸讨好的看着一和尚 大师您看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和尚叹了口气 之前我都劝你不要节则而鱼 现在看完是时候把这条鱼彻底吃掉了 洛青芒揉了揉眼睛 怎么这么吵啊 哪里又着火了 这是一个黑影出现 大儿子就像变了一个人 嘴里正嘀吼地看着他 洛青芒不明所以 蛮头 你怎么了 下一秒大儿子就扑了过来 洛青芒终于发现了不对 这人不是脑子坏了吗 怎么会表现得像一只狼 他伸出手 怎么了蛮头 是不是做噩梦了 我是爹爹啊 你把我也忘了吗 大儿子眼神正了正 然后埋进洛青芒肩头秀了秀 接着居然和狗狗一样舔了起来 洛青芒不淡定了 种类不一样 咱俩瘦说不清啊 老子可名花有主嘛 抓起枕头一个走你 大儿子嗷呜一声冲了出去 门碰得关上 你今晚睡客厅吧 大儿子委屈极了 第二日 洛青芒决定带儿子挣钱 两人一唱一和还珍当了不少钱 刚出当铺就碰见王大小姐 王大小姐拿出一枚戒指 阿妩这个眼熟吗 想知道就跟我来 大儿子的眼神沉了沉 显然是在琢磨着什么 而洛青芒第一反应就是坏了 那不是燕王的戒指吗 万一他跟馒头说了真相 大儿子扶上爹爹的手 表示自己去去就回 洛青芒一把抱住他 不行 你不能跟他去 大儿子安慰爹爹 放心 我只是想拿回戒指 他说什么我都不会相信的 接着眼神温柔地看着洛青芒 我只信爹爹 燕王走后 洛青芒很是着急 怎么办 怎么办 以他原来的性格 肯定会把自己大写大快 这是一股泥烟飘入屋内 洛青芒昏迷前只有一个想法 现在对付我根本就用不上这个吧 洛青芒终于再次强势变身 还被大儿子看见 上集说到洛青芒被人迷晕 而大儿子这边正被王大小姐纠缠不清 他可怜兮兮地说到 阿妩骗你的室内的小乞丐 他甚至放火差点烧死我 现在他已经有人收拾了 燕王眼神一沉 一把捏住王大小姐的脖梗 你说的虽然我不记得了 这戒指对我很重要 我绝对不会送给别人 告诉我他在哪里 你们对他做了什么 不然我在杀你之前 先把这讨人厌的脸皮扒下来 王大小姐就快喘不上气 他知道这人真的会杀了他 于是说到后山碧月湖 而此时的洛青芒正被人绑在船上 和尚提醒到他的神魂 会定在湖底生生世世为民那采 但是他的皮和领骨要归我 洛青芒迷糊地睁开眼睛 好红的月亮 然后一个金座起 这是啥东西 众人见他醒了 快速地扔石头 石头急速坠落 将洛青芒拉入河底 我去 这两个家伙也太狠了吧 怎么办 现在的自己手无腹肌之力 要怎么脱困 系统警报响起 若宿主失去这个马甲 将会受到致命的惩罚 是否清空积分兑换救命道具 洛青芒好不容易积攒的积分 想就这么清空做梦 于是他强行正开束缚 强行变成麒麟 王源外不淡定了 麒麟真的是麒麟 和尚也是不淡定 怎么可能 他怎么能自己冲破镇魂钉 洛青芒呼了一口气 众人纷纷掉水 和尚直接来个乾坤顿走 王源外也掉入水中 大儿子赶来时 正好看到这一幕 那是 他连忙冲过去 接住掉落的爹爹 爹爹你没事吧 洛青芒看着眼前人 馒头啊 幸好你没事 大儿子终于松了口气 我们都没事 爹爹你在这等我 把他们处理完 我就带你回家 于是他走向王源外 在他没反应前 直接要了他的命 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仿佛杀人对他来说只是常事 接着他走向王大小姐 王大小姐害怕极了 不要杀我 我不想死 燕王一把拿过 他衣服里的戒指 你们知道的太多了 我不会留一个活口 更何况你们差点害死了呢 这边洛青芒已经变回原生 刚刚发生了什么 我好像散架了 接着眼神一正 黑化值72% 洛青芒不淡定了 我去 发生了什么事 我的傻儿子为什么突然黑化了 一身落满头 燕王羞的飞了过去 爹爹别怕 我马上就处理完了 然后我们就回家 洛青芒赶紧撬起莲花纸装虚弱 现在就走吧 我好冷好害怕 大儿子赶紧附和好好好 我们现在就走 洛青芒实在想不通 自己不就晕了一下 怎么发生了这么多事 自己的任务目标 果然没有一个善为 大儿子这时说道 爹爹我还是得杀了他 他知道你的麒麟血脉 洛青芒赶紧阻止 不行 自己不能让他黑化值在身高了 他委屈地看着大儿子 但是我不想让你的手沾上鲜血 燕王眼神温柔 那好吧 我听爹爹的 今天的事 你要是敢说出去一个字 你会比死更惨 一路上大儿子都背着自家爹爹 他们决定不回王家了 主要是洛青芒怕傻儿子回去后 连人家狗都不放过 洛青芒又问你什么都不记得了 就这么相信我 儿子回到在我的感知里 以前的事都是灰暗和孤独 我能确定你是第一个 陪在我身边对我没有任何企图的人 所以我一点不想想起以前的事 就想这么跟你在一起 按理说一个黑化值这么高的人 就算失意也不该如此相信敌人 不过洛青芒也不怎么纠结 那就待在一起 我一直想开一间店 现在是时候实现梦想了 小皮修终于见到了自己媳妇 只是这根本不是他想要的结果 另外我们的洛青芒居然变成了个小胖子 时间一换五年后 两兄弟在拼命修炼 大黑皮在等小灯弄醒来 小皮修在等自家媳妇出来 而我们的主角洛青芒居然吃成了一个小胖子 今日是洛青芒出关的日子 宋寒灯那是憋着一股气 五年 等了整整五年 今天他要是不让洛青芒跪地求饶 他就不信送 竭尽一阵颤抖 两兄弟带着师父出来 建国师祖 吴为道君显然也是发现了不对 青芒他怎么回事 花瓷树道 师父他被人下了恶咒 不过您放心 我们很快就能找到下咒的人救活师父 宋寒灯显然也是不淡定了 他伸手扶上洛青芒 五年了 你就给我这样的结果 是谁干的 花瓷静冷声道 跟你没关系 这是我们师徒的事 宋寒灯一把拉过花瓷静的领子 我问你是谁干的 花瓷树赶紧劝解 少君是想在家世面前打他的徒弟吗 宋寒灯看着沉睡的洛青芒 好 很好 洛青芒你好样的 给我等着 于是我们的洛青芒直接打了个阿提 大儿子进来就看到这一幕 他伸手摸了摸爹爹额头 爹爹是感冒了吗 洛青芒表示自己可能是最近吃的太多动得太少 馒头你看我是不是又胖了 大儿子仔细看了看 哪里 我看爹爹下巴还是尖的 我晚上给爹爹做冰糖踢绑吧 洛青芒一听踢绑口水都出来了 他擦了擦嘴 不好吧 我最近也不爱运动得减减肥了 燕王伸出红红的手 爹爹是不是不喜欢我做的东西 洛青芒那个汗颜 没有没有 你手艺越来越好嘛 只不过最近总有人说我又胖 大儿子笑眯眯的靠近 是谁说的 我去好好教育他 黑化纸也是羞羞长 所以我们的洛青芒就在黑化纸的逼迫下 长成了这样 如果不是他能看到黑化纸 他都会以为大儿子是在密谋把他养肥了吃掉 啪的一声响 一妹子怒道 别吃了 他在害你不知道吗 你还记得我刚认识你的时候吗 那是两年前 他在店里吃霸王餐 大儿子本想抓他送官 是洛青芒拦了下来 那时的洛青芒决定留下他打工还债 妹子从来没见过那么漂亮的人 你再看看你现在 就是一个大胖子 那个大魔王是故意把你变得又胖又丑 然后把你养肺了你就离不开他了 这个店很多人都以为他是老板 他真的别有用心 大儿子一脸黑线出现 爹爹喜欢吃我就愿意给他做 不论他胖成什么样子我都一样爱他 洛青芒总觉得怎么有点怪怪呢 但是你呢 之前暗子喜欢爹爹的吧 后来呢 他胖了你就不喜欢他了 呵 肤浅的女人 妹子被他说的脸一红 你别胡说 大儿子走到爹爹身边 爹爹你看到了吗 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才是最爱你的 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我都不会离开你 洛青芒那个汗不停狂流 这感觉不大对头啊 小皮修就要找到媳妇了 另外我们的燕王不干净了 此时的宋寒灯看着沉睡的洛青芒 这是他刚从双胞胎那里抢来的 他跟小狼仔子确认过 洛青芒没有离开过捷径 那当时在洞房里的人是谁 像掌鸡脚的小家伙的分身 上次神魂病位好像失败了 不如再试一次 小宝贝肯定有什么事情瞒着自己 京城内 因早朝六皇子和五皇子闹得不愉快 他便将洛青芒绑过来 只是这是怎么回事 不是说把孤独雾迷住的是个小妖精吗 属下也很是无奈 就是他呀 他来了就吵着要吃的 老六觉得不可能 老五那心理天高的家伙能看上这个胖女 洛青芒感觉自己有被冒犯到 他再次戏惊上身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要对我做什么 阿满知道了不会放过你们的 老六靠近洛青芒 我本以为你是个有姿色的人 如今看来那人说的是真的 你有麒麟血脉 但是麒麟血脉这么容易就被抓骂 难道老五喜欢肉多啊 还是你功夫特别好 洛青芒再次被冒犯 你腾得才肉多 老六一把按住洛青芒的肩膀 看来必须确定你和他到底是不是那种关系 说完一把扯开洛青芒的衣服 洛青芒不淡定了 你疯了你 一只剑修的飞来 燕王霸气登场 老六赶紧一个蹦开 我可没碰你的胖媳妇 燕王拉紧弓弦 老三赶紧挡在老六前 将老六狠狠教训了一番 燕王这才收起弓箭 他将披风劈到洛青芒身上 爹爹你没事吧 洛青芒觉得这人变脸好快 刚刚还是八十的黑化纸瞬间清零 自己骗了他叫了这么多年的爹 不会下杀手吧 事已至此先下手为强 于是他拦花指一翘 你想起了 我一颗真心对你 你竟然骗我这么多年 燕王叹了口气 不是爹爹先骗我在先吗 洛青芒一愣 果然不好糊弄 看来是时候放大招了 那我去死好了 就当我这么多年的真情为了狗 洛青芒疑惑地转头 你竟然不拉我 就这么想让我死 我不活了 燕王一把搂过爹爹腰 好了好了是我的错 我不该挥出记忆还瞒着你 我是怕你疏远我 毕竟我只有你了 爹爹不要生我的气好不好 世卫不淡定了 这是王爷说出来的话 他是不是被夺赦 妹子很是淡定 我早习惯了 这边洛青芒继续等 那我能不能减肥 我不想再被人骂死胖子 燕王倒好 但是我们得慢慢来不能结识 世卫再次不淡定 王爷对皇帝都没这么恭敬 妹子翻了个白眼 傻叉 夜晚燕王卧室 一人刚喊出王爷饶命 就被燕王掐住驳梗 我说过不许发出任何声音 滚 那人恭敬回答 是 出门后 那人看向世卫 师兄能不能借一件衣服给我 妹子有些看不过去 还有脸叫师兄 当时舍弃世卫身份自荐整系 就应该想到有这么一天 这时燕王走了过来 清末去清邻居 妹子回答 殿下 这个时候小公子应该已经睡了吧 燕王垂下视线 无妨 我去看看他 宋寒灯和洛青芒擦肩而过 他能认出来眼前人就是他的小芒果吗 燕王在做了坏事后便去看了洛青芒 他的眼神是从未有过的温柔 他强迫自己不能放纵 不能伤害青青 经过这几日 洛青芒感觉自己瘦了点 有件事让他很是疑惑 系统你见过这样的任务目标吗 黑化值在零和八时间上下浮动 系统确实没见过 这个任务目标有点奇怪啊 这时六皇子出现 洛青芒眼神一亮 有个现成的机会印证 燕王本是不想让老六进来 但是爹爹说了只能放行 洛青芒做了个实验 黑化值82 黑化值0 黑化值82 黑化值0 洛青芒彻底猛逼了 几人坐下聊天 老六不由吃笑 你叫他爹爹 你都没这样叫过父皇 不怕我告诉父皇 燕王眼神一亮 你可以试试 其实人家老六对胖子不感兴趣 不过既然五哥认定了 这个胖子那以后就是一家人 我这次来其实是想说 关于五哥的身世 洛青芒眼神顿时一亮 对啊 他们都是兄弟肯定知道 馒头怎么黑化的 而燕王脸色更沉了 黑化值更是飙到89 你若不想明天被老三 从河里捞出来就毙子 可洛青芒不这样想 他将馒头拉到房门外 乖仔你就先上楼等等 我不会全信的 燕王站在门外 爹爹不论你听到什么 最好不要选择逃跑的心思 不然我也不知道 我会干出什么事情来 原来独孤的母亲 是父皇的原配皇后 二十年前皇后生下一对双生子 但是比较小的弟弟双腿残疾 一天 一和尚告诉他 幼子夺了长子的命数 一死一生 所以十二岁那年 他被皇后带出宫来 那是皇后第一次牵他的手 对他温言细语 但当天晚上就被人扔进了狼窝 洛青芒不淡定了 那是他亲儿子 他顿时想起前世 不过也是 并不是所有人都爱自己的子女 他们更爱自己 之后老五便被母狼带打 十年后他自己回到宫里 不仅双腿痊愈 还成了最适合皇位的人 而皇后和长子 在一次狩猎中被野兽袭击 你没觉得老五一举一动 都像急了一头野兽 他不会相信任何人 他没有信任任何人的能力 所以他怎么会看上你这胖子 洛青芒直接翻了白眼 这人干嘛人身攻击 他不过是利用你的麒麟器蕴 一旦他登机 还会陪你玩这种游戏 不如你跟了我 我比他靠谱多了 系统警报响起 任务目标黑画质已经突破95 洛青芒趴得给了老六一巴掌 你做梦 就你这样还跟我乖仔 在洛青芒的一阵骂声中 黑画质终于下来 他打开门 然后委屈地说道 乖仔他说我坏话 燕王将人搂入怀里 爹爹你不怕我吗 洛青芒一脸傲娇 怕什么 我就这一百斤肉 要你就拿去 燕王抱紧洛青芒 爹爹 我真的有一点心动了 怎么办呢爹爹 而我们的小皮修 此时正站在清邻居的门前 这里怎么会有同类的味道 妹子觉得这人好帅 和洛馒头的漂亮不一样 妹子上前接待 很快给他端上一碗麻辣糖 这熟悉的口感 好像曾经也有一个人 带他吃过这个东西 脑中闪过一丝画面 一人请他吃这个 那味道还挺好 小皮修不淡定啊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晚上燕王带爹爹逛晚室 爹爹为什么执意瘦下来呢 真正爱你的 是不会在意你胖瘦的 女威乐极指荣 爹爹是有了未知荣装的人吗 是宋寒灯吗 洛馨芒一正 什么 燕王回到爹爹睡梦中 叫过他的名字 洛馨芒打着哈哈 你一定是听错了 燕王再次道 389次 殊不知此时的宋寒灯 正从他身边走过 宋寒灯终于和洛馨芒见面了 但是他真的不敢相信 他的小芒果居然和别人这样 此时的燕王正在质问 爹爹宋寒灯是谁 洛馨芒脸一红 我是你爹 那宋寒灯必然是你妈 但他还不能这样说 只能说到他是我养父 后来不知怎么失踪了 我一直很想念他 燕王有些不幸 你会每日睡梦中 叫你养父的名人 洛馨芒无语了 就知道这人难糊弄 他故作生气 你不信我 我说的都是实话 你要是不信我也没办法 燕王抓住洛馨芒的手 不是不相信 只是爹爹真的在乎我吗 知道我恢复记忆也没多吃惊 也没问过我为何要假装 失意留在你身边 爹爹虽然表面上对我千亿百顺 但是真的有把我放在心上吗 洛馨芒一愣 这小子实在是太敏锐了 确实因为摆脱了几个任务 有点放飞自我 加上他在自己面前 黑话直一直都是零有些放松 几个 洛馨芒服上燕王的脸 你呀就是想太多了 你的身存是燕王 对付几个兄弟已经够累了 我只是想给你一个 舒服轻松的环境 燕王一口道我不信 洛馨芒眼角一抽 那你要怎么相信 他总觉得有种不好的预感 而这边宋寒灯走过来 侧头一看他便正着 洛馨芒 天空喷的一声 宋寒灯再回头驶 洛馨芒已经不在 难道是自己看错了 可那双眼睛自己又怎么可能出错 他召唤出饼丁雾去寻找 另一边的戏园子里 爹爹这些年挣了好多钱 这些钱到底是留给谁 洛馨芒又汗颜了 这家伙的脑袋赚得也太快了 家里有只吞金兽 自己肯定要好好赚钱 他打着哈哈 不是给谁 那为我花些钱应该可以吧 说完他手艺指我要那个 怎么跌跌舍不得 洛馨芒只能咬紧后牙草 吐出两个自舍的 三千两啊 小皮修三个月的口粮就这样没了 这家伙自己是王爷有的事情 还非要花我的 真是可恶 回到家后 洛馨芒就开始数钱 系统忍不住吐槽 得了 再数也不会多一两 洛馨芒炸了 你懂什么 我不在的五年送寒灯 肯定寄我愁了 这是就我屁屁的钱 门外传来敲门声 小公子你睡了吗 殿下又不见了 洛馨芒呵呵两声 又来了 这家伙三天两头 变狗到失踪 于是他直接开始斗狗 熟悉的一幕再次出现 这方法真是屡试不爽 毛毛想要靠近时 燕王还会呲牙咧嘴 这家伙真的是连狗都害怕 洛馨芒让侍卫将毛毛带回去 独孤在我这我会看着他 此时的燕狗子嗅了嗅 就开始贴了起来 洛馨芒直接无语 这家伙还真把自己当狗了 却可是你逼我的 他正反手拿茶壶时 看见了房顶上那熟悉的人 他猛地冲了出去 宋寒灯为什么在这里 他认出我来了吗 我能跟他相认吗 我们已经好久没有相见 他真的好想他 而清零居客栈内 可恶 明明眼睛那么像 但是根本不是一个人 雾妹子表示 万一那个人的壳子里真的是他 宋寒灯反驳 你没看到那两个人在 小芒果怎么可能和别人那样 不过他身上有神兽的气息 这就很奇怪了 于是第二天宋寒灯决定 再去挥挥这个小老板 小老板正和一个男人打雪球 那男人还背負了一脸 洛青芒再见到他事也是愣住 他现在肯定认不出来我 不能自乱阵脚 两人简单问了对方名字 洛青芒心里很是激动 他跟我说话了 一定要淡定淡定 这时燕王搂住洛青芒的肩膀 爹爹认识 洛青芒赶紧到不认识 宋寒灯垂下视线 的确不认识 但是小老板的麻辣汤 让我想起了以前的味道 洛青芒一惊 不可能啊 这个世界的人 怎么可能见过麻辣汤 燕王直接拉过爹爹手 我们该走了 宋寒灯看着两人的背影 再次沉思 妹子突然道 宋公子随我去前厅吧 而这个宋字 也让燕王顿时警惕起来 洛青芒偷窥小皮羞 他真想好好抱抱呢 却不曾想被宋寒灯抓住 要检查神御家 他会暴露身份吗 燕王回府后 总觉得爹爹看那个人 眼神很奇怪 而且那个丑女还说 今早那个客人叫宋寒灯 这让燕王不得不警惕 这时侍卫进来 王爷外面天寒喝点汤暖暖 燕王总觉得爹爹 有什么事情瞒着他 小侍卫脸一红 王爷为何如此看我 古兰江有件事要你去办 另一边亲邻居 洛青芒正在问妹子 楼上的宋公子需要啥 妹子无语了 你都问一晚上了 要不你自己去问他 这时宋寒灯走了下来 小姑娘送点热水上来 我要沐浴 再被点吃的 洛青芒一听沐浴眼睛都亮了 于是他直接抢过 小姑娘的东西 我去送满 洛青芒站在门口 强迫自己淡定 推门进入 发现宋寒灯真的在沐浴 既然来都来了 不偷看也说不过去吧 于是他探出小脑袋 宋寒灯结实的背影 出现在他眼前 他真想此刻紧紧抱住他 哎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啊 你明明就在我眼前 但是我却不能告诉你 我有多想 宋寒灯侧头 还有事吗 洛青芒一阵赶紧到客观 你要搓背吗 宋寒灯见识那个 和小芒果有些相识的人 便让他过来了 此时的洛青芒 竟然无处下手 脑中都是他们 各种亲密的画面 宋寒灯有些疑惑 你在等什么 不过这人垂着头的样子 确实跟小芒果很像 但是自己的小芒果 怎么可能背着 自己跟别人在一起 毕竟我可是帅的人生共分 他没理由会再喜欢上别人 要不还是验证一下 于是他一把抓住洛青芒 将人拉入木桶中 洛青芒第一反应 就是完了完了 要被发现了 自己的快点跑 乃至宋寒灯 按住了他肩 手微微下影 神玉珈应该就在这里 洛青芒人了一声 宋寒灯脸顿势红了 这是神兽求偶的味道 两人间的气氛 越发微妙 宋寒灯忍无可忍 一脚将人踢了出去 洛青芒很是猛逼 这人怎么好好的 突然翻脸 他哼了一声 老子还不稀罕吗 而此时的宋寒灯 很是不淡定 可恶 竟然真的是上古神兽 不能被老头子们知道 不然非要让他们 两个生歹不可 但是他刚刚的样子 宋寒灯往下一看 顿时炸毛 你这个没节操的家伙 他可不是小芒果 洛青芒下楼时 正好遇到有人找他 那人开门见山 你就是王爷 养在外面的宠 洛青芒指了指自己 你在跟我说话吗 古兰江江人 上下打量一番 肥头大耳身材臃肿 就你这样的 还敢霸着王爷 别做梦了 洛青芒感觉 自己好像明白了什么 原来刚才宋寒灯 推开他是因为他变丑了 他怒到老子胖怎么了 你以为谁都像你这么肤浅 就有人喜欢这胖了 宋寒 谁再说我胖就打出去 洛青芒这下郁闷了 早知道就不吃那么多了 于是他气得直接 扔了几块硬石头在汤里 拿去给那个姓宋的 他就是想把宋寒灯的牙搞掉 哪知宋寒灯淡定地 将石头扔进嘴里 咔嚓咔嚓地吃了起来 这家菜做得还挺有嚼劲 洛青芒汗颜了 他忘了这家伙 连晶莹都感动 这时宋寒灯到 你进来我有话跟你说 洛青芒气呼呼到干嘛 宋寒灯到我看你一直在偷看我 还放下那矜持主动给我搓呗 但我要告诉你 我已经有家事了 我很爱我老婆 所以你别再打我主意 文言洛青芒不自觉地开口 你老婆是 宋寒灯的表情顿时变得很温柔 我的老婆是无情道尊 别看他是个男子 却美得如天仙一般 不是你等凡人见过的 说完当当当拿出一幅画 这就是我老婆 殿王终于忍不住对爹爹出声 上集说到宋寒灯一脸温柔地 说着老婆的好 洛青芒正感动时 他当当当地拿出一幅画 这就是我老婆 这下洛青芒不知道 应该是先高兴还是应该先生气 他问到要是他变丑了 或者跟我一样是个胖子 你还会喜欢他吗 宋寒灯到这个是当然 我又不是那种肤浅的人 此时的洛青芒很是无奈 大傻瓜他这么好 而自己却有很多是瞒着他 小皮修明明就在隔壁 但自己只能在这里喝闷酒 他真的好想贴贴 这时燕王走了过来 他以为爹爹还在因为白天的事不开心 刚想靠近蹭蹭 一暗器就飞了过来 宋寒灯出现在后面 趁人之危不算君子所为吧 燕王看着那暗器 这是神气 这人的身份不简单 这是我们是不是阁下该管的吧 宋寒灯一正 对啊 自己为什么要管这闲事 但是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手 为什么呢 难道自己一亲别恋了 不可能啊 自己才不是渣男 也许只是因为他的眼睛 长得有点像小芒果吧 洛青芒揉了揉眼睛 看清眼前人时 修得伸出手 寒灯哥 宋寒灯再次一愣 而燕王已经拉住爹爹领子 爹爹你该休息了 说完抱起爹爹便走了 宋寒灯握紧手中剑 再次怀疑他到底是不是小芒果 洛青芒被轻放入马车内 属下回到已经给小公子吃了唤醒药 您放心对他的身体没有任何损害 燕王贴了贴爹爹 爹爹别怕 这件事很快就结束了 以后我就可以每日陪在你身边 宋寒灯站在屋顶很是纠结 而且他也有50%是他的小芒果 燕王先带爹爹参与了一场宫斗 然后又带爹爹回了燕王府 不仅专门为爹爹建了一栋楼 还派了一堆人伺候 洛青芒感觉自己就像穿越到了城环传 他看向燕王 那我需要做什么 你把我放在你后院 跟那些阴阴艳艳艳一起打擂台 不用给你事情了 燕王侧头 爹爹生气了 洛青芒冷冷地看着他 落满头我是个男人这算什么 燕王开始找借口 爹爹我跟你说实话 其实我确实有一个心爱男子 但是我担心老三老六的演技 所以就想爹爹能不能帮我遮掩一二 只有爹爹这种聪颖过人演技出众的男人 才能替我解决这种麻烦 洛青芒一听这些夸赞的词 双手一拍 就这点小事 你不早说 保证把你的小宝贝护好了 远处的宋寒敦看着这一幕 这人到底是不是小芒果 人的神魂可以完美融入一个人的身体吗 如果他真的是洛青芒 那他为什么又和那人纠缠不清 燕王在痛扁一群人后 心情仍旧不好 他找来古兰江陪他 王爷心情不好是因为小公子吗 燕王很是烦躁 我就要坚持不住了 不管我如何努力 却始终无法走进他的心 我是哪里做的不够吗 他已经受够了这种无力感 于是他决定不再忍了 他一路跌跌撞撞的去找爹爹 他早该这样的做了 现在就应该弄哭他 一声麒麟吼出现 燕王突然清醒 明明古兰江来了之后就好了许多 怎么又开始这样了 接着他落荒而逃 要不是我挡着 你今天就死定了 不过你还真跟小芒果有点像 不对 小芒果只对我这样那样 你最好别真的是小芒果 不然我就把你扔进藏金洞永远不出来 洛青芒顿时感到一阵刺寒 此时宋寒登靠近洛青芒 其实你到底是不是他有个很简单的方法验着 他脑中瞬间闪过不久前的画面 不行不行 老婆会生气 但是也不能一直这样等着 要想个办法好好验验他 于是第二日 洛青芒就多了一只狗 名字还叫胖墩 这让宋寒登很是不满 老子这是毛不是跑 洛青芒终于掉马了 这下真的是几天几夜都不能休息了 为了教美人如何获得王爷的青睐 洛青芒决定亲力亲为 早晨时 看我干什么 王爷喜欢先搜的女子 但是喜欢浑原的男子 宋寒登记着笔记 我老婆饮食清淡 减一分 赏五十 对对 这个五王爷最爱 再跳十次 宋寒登无语 这东西不可能是我先期的老婆 减两分 下午时 王爷最喜欢吃书打理的女子 这些你们要备玩 宋寒登皱眉 我老婆学识渊博 这东西减三分 之后洛青芒开始教各位美女麻将 那是玩得不一月乎 我清冷淡漠 精彩绝艳的老婆不可能是这东西 减十分 很多天以后 妹子那时东倒西歪再也动不了 洛青芒很是满意 宫斗西那么多都是因为女孩子们在后院太险了 这会好了 大家既能强身健体还能培养业余爱好 谁还有时间互相陷害 自己果然是个计划筒 只是不知道宋寒登现在在做什么 是不是也在看着冬日的灯火 这时小狗靠近 洛青芒一把抱住 胖灯啊你来陪我 他蹭了蹭小狗的额头 宋寒登 我好想好想你啊 这下狗不淡定了 他真的是洛青芒 然后刷刷的变身 一把扑倒眼前人 你再说一遍 洛青芒眼睛都大了 脱口就是宋寒登你怎么在这里 然后后知后觉赶紧捂住嘴 宋寒登逼近他 是你先撩拨我与我澄清 又义无反顾跟你的好徒弟进入风山阶境 现在又装死神魂偷偷跑到这里 跟别的男人纠缠不清 好啊 好一个洛青芒 洛青芒很想反过 但是宋寒登说的哪个不是真的 现在他必须解释清楚 其实我是被迫的 这些都是 话还没说完就被系统禁言 警告警告 宿主不能泄露关于任务的信息 宋寒登很是愤怒 被迫 谁能逼迫你 你说出来 谁敢逼迫我宋寒登的人 只要你说出来我就去杀了他 洛青芒知道他是真的生气了 他得想办法解释清楚 其实我有一份工作 就是帮助和救赎他们 这份工作我一定要完成 宋寒登报贺 怎么救赎 用你自己吗 这跟亲偶花娘有什么区别 洛青芒不淡定了 他怒吼一声宋寒登 两人之间突然安静了可怕 洛青芒那委屈的眼神 让宋寒登忘记了质文 眼见洛青芒眼泪流下 宋寒登感觉自己简直无药可救 他这样耍你 你为什么还为他的眼泪而心痛 洛青芒移开视线 能说的我都说了 你要是不相信觉得我跟哪个男人 你就走吧 宋寒登瞬间炸锚 你让我走 走了之后让你跟那个男人双诉双欺 你不就是不满吗 我满足你 之后就直接贴了上去 这时燕王赶来 放开他 我留你的全尸 宋寒登将人直接抱起 可惜我不会给你留全尸 等我收拾完他就轮到你了 说完腾云闪了 燕王转头道 我不管他是谁 都用我们所有关系马上去查 宋寒登不论你是谁 我都要你死 而我们的洛青芒就这样在藏经洞内 被某皮修折腾了七天七夜 小皮修的战斗力就是强 我居然要用整整一个视频来写 此时的洛青芒已经累怕了 宋寒登呼了一口气 幸亏没伤到 他拿起水壶喝了口水 刚想喂给洛青芒 就被人一把推开 够了你 我现在是人 经不起你往私里折腾 只想喂点水的宋寒登顿主 自己有那么禽兽吗 就你这体力跟花娘可差远了 洛青芒气的拿起旁边的花瓶就砸了过去 宋寒登轻轻一闪 花瓶打在后面的镜子上趴得碎了 洛青芒无语了 可恶 人的身体太弱了 要是道尊的马甲拼死也要跟这家伙干一家 洛青芒突然发现了什么 为什么这里会有面镜的 他顿时想起什么 恼羞成怒不停砸 宋寒登一脸坏笑 里面还有十几面镜子 要不都给你拿来 洛青芒气的不想跟他说话 这天下的宋寒登 说也说不明白 现在可是脆弱的人类啊 这时洛青芒嗅到了好闻的味道 他不满的转头 老子陪你大战几天几夜 就几个破馒头打发我 宋寒登仰起嘴角 是桂花软了 我回灵霄宫娶的 你不是最爱这个吗 洛青芒大口大口往嘴里塞 真太好吃啊 宋寒登很识不解 老子背绿了都没哭 你哭什么 洛青芒吼了过去 绿绿绿你就是个乌龟王扒盖子 别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就给你戴一堆绿帽子 洛青芒哼了一声 老子才没哭 太丢脸了 明明在吵架怎么会在他面前哭出来 宋寒登说到 你这个身体看起来也才十几岁吧 弄得很 洛青芒抬头反问 你是嫌弃我另一副身体老吗 也是 我认识你的时候 你还穿着肚冻满场跑呢 宋寒登解释 我是觉得你这样也不错 好像我做什么你都无法反抗 当然要是你这个样子 只有我一个人见过就好了 洛青芒轻喝一声 你最好不要放我出去 不然你头顶的绿帽子会有八尺高 宋寒登气得一口咬住洛青芒的脖子 洛青芒疼得只喊放嘴 你们都输狗的吗 怎么都爱往这边咬 宋寒登愣住 还有谁咬过 洛青芒汗颜 没有啊 他不是故意想要说谎 但是他要是承认估计就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宋寒登威胁道 好 我这就去问那人 要是结果不是我想要的 他死 你就永远别想出这个洞穴了 洛青芒一把搂住宋寒登的脖梗 别去 我们只是纯洁的父子关系 你不能动他 宋寒登不乐意了 你就这么舍不得 洛青芒你到底要有几个人才够 洛青芒赶紧到我只有你一个 但是我和他的命是连在一起的 要是他有什么不测 我就死定了 宋寒登知道小芒果一定有事瞒着他 但是又不说到底是什么事 不过没关系 以后就把他拴在藏经洞 拴在他身边 洛青芒埋头看了看自己 那个我的衣服呢 宋寒登里不值气也装 扔了 他的东西你以后别想碰 你也不需要穿衣服 这样方便 洛青芒很是疑惑 方便啥 接着就被宋寒登 真真切切地告诉了什么叫做方便 宋寒登终于想起了一切 终极大巴斯他就要来了 上集说到洛青芒被宋寒登折磨得不成人样 与此同时小徒弟也开始了对风蓝宗的暴露 妹子不停喊着主母救我 弟弟轻笑道 哥哥别把人吓死了 不然谁来给师父解蛊毒呢 另一边 燕王很是疲惫 找到了吗 属下一筹莫展 殿下各大宗门都调查过了 但是无人认识宋寒登 燕王怒道不可能 他所用的是上顶嫌弃 只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宋寒登死人没人敢惹 夜店里到底是什么身份 怎么会认识这种人 灵霄宫内 小伯机正努力地贴洛青芒 奈何被屏障挡住进不去 一只手将他拎了起来 哥你看 师父竟然也有小分身 我要把他带回去 花瓷树恩了圣 是很可爱跟师父小时候很像 他轻抚着洛青芒 师父我们马上就能放你出来 就这样洛青芒被两兄弟带出了灵霄宫 藏金洞内 洛青芒忍不住吐槽 宋寒登这个家伙还真不给自己衣服穿 丸头肯定要疯了 但是这具身体又不能从这里逃走 这时系统出现 那个杀神总算走了 这几天我都不敢冒头 好家伙都是马赛克 洛青芒无语了 你还敢出来 要不是你我有那么惨 系统赶紧顺毛 我这不是给你带来了好消息 双胞胎主线任务夺得 宋兰宗即将开启 你又可以切换马甲了 洛青芒不淡定了 那送寒灯回来不是又看到一具尸体吗 他真的会弄死我 可惜系统并不会联系他 在他还没缓过神时 花瓷镜已经扑到了他怀疑 师父你终于回来了 洛青芒抬头 你们是数而尽 我去 我软龙的小徒弟怎么长这么大 花瓷镜不停地抱着师父层 花瓷树解释道 师父忘记了吗 外面的时间只有五年 但捷径内已经十年了 我们都已经十七岁了 洛青芒竟然有种 无家有而出长成的感觉 这时小波波也爬了上来 洛青芒贴了贴他 谢谢你小家伙陪我沉睡五年 他顿时想起宋寒灯 现在他必须去一趟灵霄宫 花瓷树拦住师父 师父你身上的余毒刚好 还得休息 但是洛青芒不能休息 他知道自己走了 宋寒灯一定很伤心 系统这时提醒 两日后就是与丰兰宗的五年之约 你确定不眠不休日夜奔波能完成任务 洛青芒坚定到我行 腿上一阵刺痛 洛青芒跌倒在地 双胞胎很是担心 师父你想做什么 我们替你去好不好 洛青芒咬紧牙 狗系统以为这样就能拦住我 系统很是委屈 这不是我干的 要不你还是做完这个任务 再去找宋寒灯 但洛青芒不愿意 他不知道宋寒灯 还能纵容他多久 但他的纵容不是自己 可以伤害他的理由 所以今天他一定要去 与此同时 我们的宋寒灯 正一脸欢喜地回到藏经洞 老婆看我给你带了什么 话还没说完就挣住了 他快步上前将人抱起 叹了叹鼻息 好你的洛青芒 竟然还敢跑 你就这么着急离开我 这次又是要去谁的身边 心脏的剧痛 让他脑中浮现很多画面 这是什么 这是我和洛青芒 接着他整个神情都变了 哈哈大笑起来 原来是这样 灵霄密室内 假以妹子据事一正 连灯出现裂纹 两妹子很是激动 时候到了 皱纹已碎 联系禀兵物让他们把殿下带回来 洛青芒的终极大老公终于来了 也是本文最大的boss 上集说到宋寒灯想起前世 逆世连灯破裂 被紧急带回灵霄店闭关 所以洛青芒一路赶来 并未见到宋寒灯 他心想早上明明还好好的 突然就开始闭关了 果然还是生气了 于是洛青芒决定在这里等宋寒灯 一等就是一天 系统忍不住提示 宿主只剩半天时间了 再不去丰兰宗你就死定了 洛青芒无奈只能离开 此时的封兰宗正在进行 少宗主的极为大点 洛青芒踏空而来 花宗主怕是忘了与我的赌约吧 众人议论起来 是青芒道尊 没想到他真的敢来啊 洛青芒表示 今日之约我不道可以 但你的寿宴我的徒弟不能不来 树儿 进而见过你们的父亲 轰的一声响 双胞胎霸气出场 见过父亲 虽然您并不曾教养我们 对我们兄弟也没有一点为人负的责任 但是师父教导我们父不辞乃父之国 道我们兄弟不能不孝 这是我们送给你生辰之喜 众人一看那鹤里竟然是一品神兽 风兰宗也就只有一块一品吧 这样的挑衅让花青芒很是不满 洛青芒道花宗主莫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 花童输了少宗主之位便是我徒弟的 花青芒道你也莫要忘了 若你徒弟输了就要自毁修为 这时一声少君殿下道 洛青芒修的侧过头 然后就被送寒灯那头上的东西给挣住 那是什么 系统挥着小旗子 恭喜宿主 第五位目标人物出现请宿主找机会接近 洛青芒那是一脸汗颜 这是宋寒灯啊 他怎么会是任务目标 系统表示自己也不知道 第五个任务目标资料缺失 还请宿主自行探索 洛青芒炸毛了 你这是什么不负责任的发言 而此时的宋寒灯直接从洛青芒身边越过 洛青芒眉头轻皱 宋寒灯怎么可能是自己任务目标 黑话只看不清 可他明明就是那么阳光的人 难道是因为自己黑化了 假妹子说道 少军殿下只是来参加生辰宴 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 不用在意 于是比武接着进行 洛青芒偷瞄着身旁人 这真的是宋寒灯吗 似乎跟以前不太一样 但是细看 这胸肌 这窄妖 这鲜白有力的手 是他呀 难道他还在生自己的气 等这里结束了就去找他 如果他还不理我我就跟他道歉 花瓷树和花童的比试正到了白热化 虽说中途花童有原亲长老的帮忙 让他力量突然暴增 但花瓷树早有准备 甚至还用出了零双剑 这让众人再次震惊 这可是风蓝宗半仙玉华仙人的配件 此时的花童早已吓傻 赶紧认输 花青蓝为了稳住局面 暂时将少宗之位给了花瓷树 花瓷树表面说着谢父亲 心里却是他们害师父沉睡五年 差点丢了性命 他一定要让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 花瓷敬看着花童轻哼一声 你要庆幸是哥哥出的手 不然你绝对活不过今日 寿辰结束后 很多人想拜访少君都被妹子拦在门外 洛青芒嘟起嘴 看来此门不通 想见宋寒灯还得换条路 于是他决定爬墙 刚爬上就听见有人说道 堂堂无情道尊竟然像小贼一样爬墙脚 洛青芒看着眼前人的黑画质 怎么回事 人还是那个人 但是感觉为何如此诡异 宋寒灯伸出手 下来吧 我接着你 两人就这样对视了几秒 洛青芒修的朝宋寒灯扑去 你能想到我们的宋寒灯也是穿越的 目的就是为了找媳妇 上集说到洛青芒直接扑向宋寒灯 宋寒灯不由感慨 这个身体确实比人见那个倾斜 洛青芒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按道理他回去看到那个脱离了的身体 应该会很生气才对 怎么会如此平静 这时宋寒灯递出杯子 来喝喝这个 你肯定喜欢 洛青芒刚喝进嘴里 就扑的喷了出来 宋寒灯赶紧拍背 慢些 不合口味吗 你以前明明很爱喝的呀 洛青芒直接炸了 这不是奶茶吗 还是珍珠椰果七分糖 他一把拿出武器 你到底是谁 宋寒灯一脸皮笑 我还没计较你给我戴绿帽 跟别的男人过了五年 也没计较你一堆事瞒着我 更没计较你突然失踪 你却拿着武器放在我脖子上 洛青芒顿时有些心虚 宋寒灯一把拽过他的手 我知道你有事要忙 但是你不能这么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我也会难过 也会没有安全感的呀 说完就抱着洛青芒使劲蹭 洛青芒对宋寒灯的撒娇那是毫无抵抗力 他叹了口气 可是工作就这么多 我已经尽力去平衡了 下一秒他眼神异正 这话为什么这么似曾相似 脑中顿时想起一个大少爷的抱怨 洛青芒连连后退 自己一定是疯了 系统这个世界除了我还有人是穿越的吗 系统表示自己并未搜寻到非此世界的生命信号 所以你能确定宋寒灯就是这个世界的人 系统有些犹豫 宋寒灯在我这里属于资料缺失状态并不能确定 这是系统一个寒战 他总觉得宋寒灯是不是在看他 洛青芒觉得自己需要冷静一下 于是他修的转身就跑 待人离去后 宋寒灯的耳边出现滋滋的声音 一个长耳朵系统出现 你这样提醒洛青芒会被添到抹杀的 宋寒灯轻喝一声 我又没说我是穿越的也没说是他爱人 并没触犯法则他能拿我如何 而此时的洛青芒显然很是不淡定 脑中不停回响的过去 宋寒灯有些抱怨 这个月我们就只见了一面 洛青芒也很是无奈 这个月正好新电影录演 下个月我有一个礼拜假期 我都陪你好吗 宋寒灯一把将他壁咚在玻璃墙上 我们公开吧 洛青芒还上他的肩膀 好啊 我是攒够了钱 随时可以退休 你呢 你的职业生涯可是才刚刚开始 如果公开了 那你以后不管有什么成就都会被人说是因为我的关系 宋寒灯埋进洛青芒怀里 大不了就回家继承家业 我挖石油洋女 说完抱起洛青芒朝卧室走去 不过你要是真的为了我吸引 你的影迷非砍死我 不过下个月的假期还是要有的 我们去度假 谁也别想找到咱们 现在就赶紧办正事 明天一早要赶飞机了 宋寒灯对洛青芒不知疲倦的索取 让他有种强烈的被需要被爱的感觉 终于有这么一个人会拉着他的手再也不增弹 终极大boss号路西附计 我们是要一个小皮修还是一个小麒麟呢 上集说到洛青芒总觉得宋寒灯不对劲 让他不由想起现实中的那个人 此时封兰宗内 花瓷树正在安排师父的住所 不管什么都要最好的 这时洛青芒走了进来 花瓷树赶紧迎上 师父您怎么了 是身体不舒服还是宋寒灯欺负你了 洛青芒表示自己只是有点累 想休息一下 其实内心很是不淡定 为什么自己会有那段记忆 对穿越来之前的事好像一直都是模糊的 仿佛有这么一个让他记挂的人 自己真的在现实社会与宋寒灯恋爱过吗 他也是穿越者了 另一边弟弟吐槽哥哥就会装老实现殷勤 哥哥懒得理他 只是叮嘱弟弟身处敌营要万事小心 我不管你找谁报仇 但是师父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而且我们还未站稳脚跟前 小心应对原青 他要比所有人都难对付 弟弟露出一抹邪笑 放心 在我所有的安排中他一定是最惨的 而在人间的燕王也已经登基 他登基的第一件事就是全力举办天神祭 宋寒灯不论你是什么身份 我都会想方设法把你拉下来 此时的花瓷敬正在抓鱼 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原青 他将偶扔了过去 看在你徒弟给你丢了大脸 太可怜的份上这个给你 这边骆青芒找了过来 花瓷敬开心地表示晚上给师父顿鱼盒 骆青芒赶紧将花瓷敬的衣服整理好 在外面要注意不要随便录给别人看 特别是这个人 花瓷敬使劲蹭蹭师父 知道了师父 不给别人看 原青顿时明白 原来他们是这种关系 花瓷敬拉着师父离开 期间还不忘回头给原青眨眼 原青的心脏是蓬蓬直跳 两人刚回到骆青斋 小伯伯就委屈地扯着骆青芒的衣服 骆青芒将小伯伯拎了起来 你怎么在这里 小伯伯眼泪汪汪地指着屋里 我们的小不机正被困得严严实实 见骆青芒来更是委屈的不停不急 骆青芒很是疑惑 谁把你弄成这样的 小伯伯手一指 花瓷敬下得赶紧跑 师父我去看看哥哥什么时候回来 一放开小不机 小不机就抱着小伯伯不停哭 骆青芒不有感叹 如果他和宋寒灯也像你们俩一样就好了 这时系统提醒 燕王称帝 黑化值上升至93 骆青芒无语了 他登基了不是达成心愿应该降了 还有那个谁 伟王夜兰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这边花瓷敬春心萌动 花瓷树刚接受风蓝宗 那边宋寒灯莫名成为目标人物 自己真是要过度老死的节奏啊 这时宋寒灯的声音传来 青芒道尊我来接我的小琴儿回去 骆青芒还没反应过来小琴儿是谁 小伯伯就冲了过去 他一把将小伯伯抓住 有点出息行不行 宋寒灯倾笑 他们本来就是神兽心血所化 为了繁衍血脉而生 这是神兽特有的能力 当然我更想看到你来做这件事 说完还摸了摸骆青芒的肚子 到时候这里会有一个小皮羞或者小麒麟 骆青芒顿时一正 你怎么知道麒麟的 此时的宋寒灯正捏住骆青芒的下颌 我们是要一个小皮羞呢还是一个小麒麟 骆青芒顿时一惊 你怎么知道麒麟 宋寒灯靠近他 我什么都知道 我们本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骆青芒心里已经炸开了锅 宋寒灯到底是什么人 若是自己不能说出身份和系统 那么宋寒灯会不会 于是骆青芒巧咪咪道 一个大锤加一杯宫廷玉叶酒 捡个小锤等了多少 宋寒灯一脸茫然你在说什么 骆青芒陷入了沉思 难道是自己搞错了 这时宋寒灯道 我明天就要回灵霄宫了 之后再找机会见你就难了 今晚我在房间等你 骆青芒直接给了他一大嘴巴 我发现你现在很有问题 在你说清楚前你想都不要想 宋寒灯眨了眨眼 可是长夜慢慢孤枕难眠了 小波波早被聊得两眼冒淘心 骆青芒羞地转过身 流氓 宋寒灯接过小波波 我还不至于那样 不过你那个麒麟的身体还在我呢 你若不来 我就 骆青芒脑中资的一声 额头青睛直冒 你是变态吗 宋寒灯摆了白手 反正我是不会委屈自己的 你自己看着来吧 骆青芒直接拿起桌上苹果就砸了过去 小波机有些委屈 样子别提多可怜 骆青芒拿出一个小苹果 没说你 没说你 但是你可不要跟他学 接着他往后一样 现在还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他有四个大麻烦等着自己解决 双胞胎的悲剧之始是母亲蓝明月之死 若能找到他的神魂就好了 系统忍不住提醒 宿主玉谷往生花这种宝贝 你买得起吗 骆青芒不由后悔没从宋寒灯的藏金洞顺些宝贝出来 骆青芒算了算自己的家产还有两万两 只要别遇到不长眼的冤大头应该还是够用的 于是骆青芒带着哥哥来到了广云楼 弟弟为此还闹了好一会 一会回去记得带点糖哄哄他 哥哥笑了 师父还拿我们当小孩子 可惜静儿早已不是两块糖就能哄好了 这时人群传来吵闹声 这鬼气森森的是鬼王 骆青芒不淡定了 他怎么在这里 转身躲到徒弟身后 骆青芒有些疑惑 师父你们认识吗 骆青芒皱起眉 不认识 我们进去吧 两人跟着侍女到了雅间 叶兰撩开帘子 这位道长我们是不是见过 骆青芒非常干脆道不曾 叶兰可不好糊弄 那为何到现在你都不摘斗笠 怕什么 骆青芒道 我师父是无为门道尊 无情修者自当必逝 骆青芒知道叶兰多疑 越不让他看 他越好奇 他现在的样子与魅灵只有六七分相 只要自己演技够好 他就发现不了 于是他摘下了斗笠 皮囊而已 确实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叶兰一正 真的好像 他亲摸着手上的空间宝石 也只是像你而已 没有你好看 拍卖会开始 第一件 清灵雨衣 所有客人中 只有鬼王最有钱 因为所有死人的钱都是他的 可千万不要目标一致啊 然而事已愿违 骆青芒和鬼王都看上了那朵花 两人不停出价 骆青芒根本拼不过他 这时花瓷树接着较假 他让师父放心 他有分寸 眼见价格飙到十万 骆青芒阻止了花瓷树 花瓷树表示师父放心 我和静儿有钱 骆青芒摸了摸树儿的头 师父知道了 树儿最乖了 最后网生花被叶兰拍下 骆青芒知道叶兰药这花 估计是为了复活魅灵的身体 他自有办法能拿到 骆青芒再次被鬼王缠上 就连睡觉都不放过 这次骆青芒该怎么逃脱 此时的叶兰正看着自家小灯幕 五年了 我终于找到了玉谷网生花 刚要使用就被抓住手腕 骆青芒羞的坐起 我回来了 用不着这花 大黑皮一把抱住骆青芒 你真的醒了 骆青芒感觉自己都快喘不过气了 你快放开我 大黑皮不仅不放还越抱越紧 生怕这是梦 骆青芒叹了口气 那我走了 大黑皮吓得赶紧放手 别 骆青芒一把抓过花 这就是活死人的地狱之花 我已经醒过来 这花你也用不上 不如送我吧 大黑皮有些疑惑 你怎知这是玉谷网生花 我可是找了五年 才找到让你醒来的方法 骆青芒顿时一惊 糟糕大意了 他打着哈哈 我以前听人说过就长这样 大黑皮一把拦住他的腰 你刚刚说要走 是要去哪里 骆青芒太久没见这个阎王 都快忘了他有多难缠 骆青芒扯了扯嘴角 罢了 也不能逼得太急 人若是跑了就更抓不到了 于是他说道 你睡了这么久一定饿了吧 我给你准备了吃的 骆青芒一看 这家伙是真把自己当猪啊 骆青芒就这样看着自家小灯蒙 他本以为这五年小灯蒙是陷入了沉眠 但是现在看来估计是背着自己去了其他地方 他倒要看看小灯蒙的神魂到底去哪里了 为了不让骆青芒逃跑 骆青芒决定守着他 骆青芒很是无奈 咱们一定要这样吗 你总得让我睡觉吧 骆青芒撕了一声 骆青芒只能妥协 好吧 好吧 你说了算 不就是蛇吗 有什么好怕的 一个时辰后 骆青芒睁开眼睛 鬼王大人你睡了吗 骆青芒撕了声 两个小时后 鬼王大人你睡了吗 骆青芒撕了两声 骆青芒彻底猛了 他就听过夜猫子还没见过夜蛇子 系统 冰淇淋味道的萌汗药还有吗 于是骆青芒故技重施 他开心地抱起网声花 推开了对门道尊的房间 这样明早起来这花就直接是自己的了 果然机智如我呀 殊不知此时的骆青芒正在门口偷窥 他为何要把这花送给这个道尊 他们认识还是说有什么关系 办完事的骆青芒再次回到骆青芒房间 总感觉自己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给忘记了 最后实在想不起来 算了 快睡吧 明早还要想想怎么从大蛇这里脱身 而此时一双手却摸上了骆青芒的脚 骆青芒吓得一个金座气 谁 他侧头看了看夜兰 夜兰睡得好好的 骆青芒再次躺下 真是奇了个怪 而下一秒那双手又摸了上来 骆青芒气得狠狠踹了一下大黑皮 夜兰你是不是有病啊 大黑皮羞的变回原形 抓住小灯炉的脚踝 你干什么 骆青芒那是个气 我们可是纯洁的主仆情 你大晚上的摸来摸去是什么意思 夜兰那是一脸猛啊 谁摸你了 你大晚上的发什么疯 骆青芒哼了声 还不承认 一个人犯错不可怕 可怕的是他还不承认错误 当宋寒登和夜兰同时对骆青芒出手 骆青芒心中只有两个字 完了 另外宋寒登开始帮骆青芒恢复记忆 上集说到骆青芒正抱着大黑皮睡觉时 突然感到有人摸他 他本以为是幻觉 哪知那只手还来 气得骆青芒对着夜兰就是一脚 我告诉你我们可是纯洁的主仆情 别动手动脚 夜兰那是一脸猛 谁摸你了 你大晚上的发什么疯 骆青芒怒了 一个人犯错不可怕 可怕的居然还不承认 夜兰一把推倒骆青芒 既然你已经把罪名扣在我头上了 我夜兰从来不吃任何亏 那我不如坐实了吧 骆青芒汗颜了 完了太久不见忘了这家伙是什么德行 我错了大王 请您便会蛇行吧 夜兰靠近骆青芒 原来你喜欢我蛇行啊 说完直接变成蛇将骆青芒果了起来 这时一道声音传来 小芒果 你再不回来我可不客气了 那声音犹如就在耳畔低难 骆青芒下得赶紧问系统 系统我怎么会听到宋寒灯的声音 系统表示自己也不知道 于是骆青芒一边要安抚大黑皮 还要一边应付宋寒灯 大黑皮见骆青芒这表情 你还真的喜欢蛇身啊 其实骆青芒那是快忍不住了 我数十个数你要是再不回来 我就对你做最喜欢的事情了 最后骆青芒一脚将大黑皮踹出门外 我想静静 你别来打扰我 不然我再睡五年 叶兰猛逼了 她是真的喜欢自己了 小灯弩脸皮薄 来日方长 而骆青芒在宋寒灯倒数最后一个数十 成功切换了马甲 看来你果然很喜欢这个 所以才迫不及待回来享受了 骆青芒看着周围的星空 这里是 宋寒灯贴住他 我选的约会圣地 怎么样 浪漫吧 骆青芒听着约会圣地四个字 那种满满的违和感又来了 其实我刚刚就在想一个问题 你只有道尊和麒麟两个身体吗 还有其他的吗 骆青芒下的一惊 你想干什么 宋寒灯舔了舔唇 我在想你要是还有别的身体是什么样的 是像道尊一样冷艳 还是像这个一样柔软 说完他一把搂住骆青芒的腰 只要是你的 我都想尝尝 骆青芒顿时脸红 你怎么这么多废话 到底睡不睡 不睡我走了 宋寒灯将人重新揽了回来 宝贝你的千里江山图吗 骆青芒将图拿出 宋寒灯给他讲了图的故事 王孟熙十八岁就画出了这样的惊世之作 但他不是死了 而是走入了这画中 他沉迷画中的山水风貌和飘渺的仙境 再也不曾走出来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 走进了一个美梦 在这里可以想尽极乐 谁又会想回到现实世界呢 骆青芒心中一正 宋寒灯是什么 他是怕自己沉迷于这个繁华美梦 宋寒灯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到底是什么人 这是宋寒灯的系统提示 警告 警告 宿主有放水嫌疑 请宿主快点闭嘴 固然引来天道雷姐 而宋寒灯则是直接抱起骆青芒跳进了画中 骆青芒感觉自己就像沉入水中 在睁眼 他有些迷茫 这里是 自己怎么会在这里 对了 今天要跟新戏的制作人还有导演吃饭 原来现实中是我们的落影帝追的宋寒灯 第一次见面就想着潜规则 这把宋大少爷吓坏了 上集说到宋寒灯帮骆青芒 意图让他恢复现实记忆 此时的落青芒正义联盟 自己怎么会在这里 对了 今天要跟新戏的制作人还有导演吃饭 但是他来这里的目的好像是为了见他 宋寒灯瞥了一眼落青芒 这个家伙为什么全程都盯着自己看 没见过帅哥吗 这时他被经纪人踢了一脚 之前怎么说的 宋寒灯站起身 骆老师之前是我唐突了 我一直在国外对您不是很熟悉 这杯酒就当赔不是了 落青芒笑了 哪里 我还要多谢宋少爷一眼看中我参与的电影 宋寒灯倾壳一声 导演你们先吃 我出去透透气 洗手间内 宋寒灯刚洗完手 门就被推开 经纪人很是不满 你为什么要接这个本子 我上半年给你找了几个大导的戏你都不接 这明显就是宋老爷子在给他宝贝儿子铺路 你上赶着当什么垫脚石 宋寒灯感觉此时有点尴尬呀 真是出去也不是听着也不是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宋寒灯脸红红的 原来清清冷冷的落影帝竟然如此可爱 这时洛青芒抬起头 你觉得我有可能潜规则宋寒灯吗 经纪人不淡定了 宋寒灯也不淡定了 经纪人觉得洛青芒肯定是疯了 你是不是不知道宋老爷子是什么人 而宋寒灯顿时明白 原来他要潜规则我 难怪刚才盯着我的眼神有问题 洛青芒叹了口气 不行就算了 宋寒灯又不满了 什么呀 这么轻易就放弃了 也没多喜欢自己啊 这时经纪人突然靠近洛青芒 青芒 我最近也是太忙着双子那边了 我忙完那边就回来陪你好吗 宋寒灯很是疑惑 他们是什么关系 这边洛青芒有些挣扎 我都说了我不可能跟你在一起的 你对我来说只是这十年以来的习惯而已 经纪人很不死心 你都没试过怎么会知道习惯不是喜欢 还是你已经喜欢上那个小白脸了 洛青芒摁了一声 跟他比你是挺黑的 宋寒灯忍不住笑了 影帝真是太可爱了 经纪人再次逼近洛青芒 要不你现在就试试看 我的大影帝现在还是个虫吗 我肯定比那个大少爷会伺候人多了 洛青芒没有任何表情 是啊 和你一起过的人不计其数 但是我又洁癖 只喜欢出 宋寒灯不由松了口气 幸亏自己还是个 等等 自己在庆幸的啥呀 这时经纪人已经抓起了洛青芒的领子 宋寒灯有些担心 他的经纪人不会打人吧 于是他走了出来 洛青芒脸羞的红了 宋寒灯 宋寒灯站到他面前 梁叔在找我们 我们出去吧 洛青芒指了指自己 你再跟我说话 下一秒宋寒灯拉过洛青芒的手 直接朝门外走去 只因高中时期的一盒热牛奶 洛青芒暗恋了宋寒灯八年 钢铁纯情大指南宋寒灯 该如何应对洛青芒的强烈追击 上集说到洛青芒说要潜规则宋寒灯 宋寒灯心里居然有那么一点开心 而后看见经纪人对洛青芒动手时 更是果断出现 带走洛青芒 你这个经纪人一看就不像好人 你就算是男生也要小心 洛青芒动了动手指 那个你不是说梁先生叫我们过去吗 宋寒灯脸一红 那走吧 两人重新回到包间 宋寒灯经纪人不由打趣 看样子你们两狠合的来 我们小宋这个脾气看得上的人可不多 洛青芒就这样跟着宋寒灯坐在旁边的沙发上 宋寒灯想的是就这样牵着吧 这手真软 洛青芒想的是谁爱放谁放 反正他不放 晚饭后 宋寒灯问洛青芒怎么来的 洛青芒表示是助理送自己来的 他不知道该怎么回去 其实人家洛影帝的跑车就在旁边 宋寒灯将洛青芒送到了家门口 两人一路都脸红红的 洛青芒瞥了一眼宋寒灯 心里有些紧张 那个你要不要上去做做 宋寒灯一正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洛青芒给自己打气 是男人就要主动一些 怕什么 他要是拒绝自己 那自己就死缠烂打 于是他直接靠近宋寒灯 在他没反应前偷袭了他 宋寒灯整个脸都烧了起来 怎么回事 他先动手了 这不对啊 洛青芒不是一直都是清冷人生吗 不对不对 这种事应该自己主动才对啊 洛青芒直直地看着宋寒灯 我跟叶兰说的话 你不是都听到了吗 只要你跟我在一起 你的每一部剧每一个通告 我都可以陪你 宋寒灯根本无法拒绝这样的洛青芒 于是他主动扶上了洛青芒的脸 洛青芒看着那个他心心念念的 宋寒灯你是不是已经忘记了 高中时差点孤独死在宿舍的男生 因为你的一盒热牛奶暗恋了你八年 两天后 横店酒店内 助理正在给洛青芒整理衣物 并道解他进入剧组后的一些注意事项 而洛青芒显然是没听进去 小云 你说一个男人吻了你又躲着你是什么意思 助理不淡定了 什么 谁敢动你 我每天都跟你一起怎么不知道 洛青芒躺了下来 短信不回 电话不接 我还没有被这么无视过 助理再次不淡定 竟然还有人无视你 想做你对象的人能绕地球三圈半号 谁这么不长眼 洛青芒画着圈圈 宋军廷的儿子宋寒灯 助理汉言了 宋军廷 老大你这是吃了雄心稻子胆啊 这是门外传来 宋公子这边请 这件事这里最好的套话 都是按照您的吩咐布置的 宋寒灯刚安了一声 就听身后传来洛青芒的声音 老张 怎么他有我没有 进组前可是说了我的待遇是最好的 老张赶紧忙着解释 这个您以前也没这方面的要求啊 而宋寒灯早就脸红地侧过了头 洛青芒大步走了进来 小云 把行李搬进来 老张顿时有些为难 宋寒灯表示 既然洛老师想要救给他吧 我住他内奸 只是话还没说完就被洛青芒抓了进去 砰的关上了门 钢铁直男宋寒灯便弯迹 就说洛影帝这样你能扛得住 此时的宋寒灯正被洛青芒 壁咚在门上 你什么意思 宋寒灯吞吐吐吐道 那天是我冲动了 毕竟以前的24年他都是喜欢女人的 那天一定是因为洛青芒太过漂亮 洛青芒眼泪都出来了 你想不认证 渣男 宋寒灯赶紧解释 我不是那个意思 这时洛青芒打开了门 东西放进来吧 小宋愿意和我分享一个套房 宋寒灯直接被这操作弄傻眼了 老张汗言了 这好像不太好吧 洛青芒转头委屈地看着宋寒灯 宋寒灯顿时压力山大 也不是不行 于是就这样洛青芒直接登堂入室 宋寒灯觉得这不是自己的问题 都怪洛青芒的迷惑行为太强了 宋寒灯最后的倔强 就是在总统套房里放了两张床 此刻洛青芒正在洗澡 宋寒灯内心都着急死了 怎么办 这个气氛太奇怪了 感觉他出来一定会发生点什么 不行不行 自己不能再被洛青芒蛊惑了 自己可是个钢铁直男啊 这时洛青芒走了出来 我洗完了 你去吧 宋直男的鼻血顿时哗哗的流 他果断道我不洗 洛青芒看了谈谈 随你 接着便坐了下来 宋寒灯偷瞄着洛青芒 不得不说这人真像一颗鲜眉可口的头子 这时洛青芒说话了 我的戏少 晚上没什么事 我们可以 宋寒灯下得连连白手 不可以不可以 洛青芒就这样撑着头看着他 你不需要我陪你对对戏吗 别人找我私教表演课 都是开到了一小时一百万的价格 宋寒灯倾咳几声 我的意思是不能白让你帮我上课的 洛青芒笑了 我可没有说要白上课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宋寒灯脸一红 脑中顿时想起几月前的画面 他修得钻进被窝 我先睡了 明天还要剧本为赌 洛青芒眼神温柔 晚安 我的王子 宋寒灯那个心脏蓬蓬直跳啊 感觉和他在一起 空气都是甜的 第二日 宋寒灯一睁眼就傻了 你你怎么在这 洛青芒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空调好像坏了 南方的冬天没有暖气太冷了 宋寒灯有些无奈 那你也不能爬我这边啊 要是以前 我一定会把人扔出去 洛青芒一愣 以前总有人爬吗 宋寒灯抓了抓头发 都是一些不长眼的想巴结我 但是小爷是有原则的 洛青芒反问那你的原则是什么 宋寒灯有些不自在 我不喜欢主动靠过来的 这时洛青芒靠近了他 手扶上他的肩膀 像这样呢 宋寒灯羞的将洛青芒裹成一团 时间太晚了快点睡吧 明天还要早起定庄呢 洛青芒顿时猛逼了 这不都早上了吗 不过还挺闹我的 还定庄肇时 经纪人不由吐槽 怎么这个洛青芒 比你这个男主角时间还长 刚说完这边人群就开始骚动起来 出来了出来了 宋寒灯抬头的那瞬间 整个人都呆住了 不得不说洛青芒这样真的太好看了 宋寒灯就要沦陷了 因为他听到了洛青芒最深情的告白 此时的洛青芒正靠近宋寒灯 好看吗 宋寒灯下意识点头 好看 洛青芒转头变道 甲方爸爸说好看 可以收工了 宋寒灯特不好意思的轻咳一声 而我们的洛青芒居然直接拍了照片 上传到某国 收工后 助理寻了过来 洛哥 蓝哥找了半天 你手机关机了 在洛青芒接电话的同时 妹子还不忘提醒宋寒灯 帅哥 看向某伯 经纪人赶紧凑了过来 接着直接傻眼 我去 发生了什么 新增粉丝数 87万人 洛影帝真是太给面子了 你这粉丝数长得太感人了 宋寒灯起身就朝外走去 正好在门口碰到洛青芒助理 助理不由打去宋寒灯 帅哥你魅力真不小啊 洛哥被你灌了什么迷魂汤啊 他可是为了你第一次发自拍哦 宋寒灯有些不自在 是他自己要发的 我又不知道 妹子也不多说什么 直接让他去找洛哥 宋寒灯刚开门就顿住了 里面传来洛青芒和别人的争执声 夜兰其他的工作 我都可以听你的安排 唯独跟宋寒灯的事 已不能插手 不管他是利用我 还是只是想玩玩 但我是认真的 洛青芒呼了一口气 夜兰我喜欢他 喜欢了很多年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我都要跟他在一起 宋寒灯使劲按住自己的胸口 仿佛不这样做 那个乱跳的心 就会不受控制的跳出来 几日后 助理来给洛青芒送被子过来 发现宋寒灯又不在 洛青芒揉了揉疲惫的眼睛 他又躲出去了 这几天除了拍戏 我都没见到他 助理不由劝道 洛哥要不咱们放弃吧 你都做到这种程度了 宋小哥还是无动于衷 你想要什么人没有啊 洛青芒垂下了视线 跟他一起的这两天 我终于不用盖厚重的被子 也不会一直被噩梦惊醒 我才知道原来人是可以一觉睡到天亮的 妹子有些心疼 洛哥我们还是去看看医生吧 我觉得你病得挺重的 洛青芒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病了 当他确信如果他有病 那宋寒灯就是他的药 与此同时的郊外别墅内 挤压很是不满 连夜给我打电话过来 就是陪你喝酒撸猫 你损不损了宋大少爷 宋寒灯并不在意挤压的吐槽 我爸酒窖里的康弟 一般人可喝不到 至于你要的美人 我们家大美人不漂亮吗 挤压直接被雷倒了 行行行 有什么话赶紧说 我可是一小时上万的咨询费 记得给我转账 宋寒灯脸一红 顿时变成小媳妇 挤压你说如果有人追你怎么办呢 挤压还以为什么大事 这不是漂亮就处 反正都是为了我的钱 宋寒灯立马反驳 他不是为了钱 他自己有的是钱 挤压要喝一声 宋大少爷万年铁树 竟然春心萌动了 快说说什么样的人 长啥样漂亮不 宋寒灯开始老实交代 很漂亮是那种 放在内于数一数二的漂亮 性格好 没啥脾气 还真心喜欢我 挤压越听眉头越重 我说宋啊 你不会是得了妄想症吧 哪有这样的人 宋寒灯的经纪人 立马表示他没撒谎 是真有这么个人在追他 挤压急了 宋啊你这是遇到富婆了吗 别啊 咱们娱乐圈混不下去 还可以回家继承百亿家产啊 宋寒灯拍开他的手 什么富婆 他才比我大两岁而已 我觉得他就像一只小喵咪 平时看着高傲漂亮目中无人 实际却爱我爱得无法自拔 时刻都想黏着我 我觉得自己就快要沦陷了 宋寒灯开始心疼洛青芒了 他离完只差一步 上集说到宋寒灯听到洛青芒的谈话 他感觉自己就要沦陷了 第二天他一到片场就看见女主在哭 说什么不就是个吻戏 怎么就委屈他大影帝了 以前一直拒绝 好不容易说通了 结果靠近我就去吐了 宋寒灯显然有些着急 洛青芒吐了 他在哪里 来到洗手间 助理正站在门外 洛哥你怎么样了 他给宋寒灯解释 洛哥他从来不拍吻戏 这次不知道是不是兰哥没沟通好 结果就成这样了 宋寒灯皱起眉 他以前也是这样吗 妹子嗡了声 洛哥从来不跟人接触 拥抱啥的更是要他命一样 宋寒灯整个人都不淡定了 这不可能 他之前还主动睡在自己怀里 门内传来砰的一声 宋寒灯一脚踹开门 洛青芒正摔倒在地 他一把将人抱起 并吩咐助理赶紧叫救护车 洛青芒微弱的声音传来 别大惊小怪的 你想让我再上一次热搜吗 我们回酒店 有你在 我就好了 宋寒灯轻声安慰 我在 我一直都在 只是在上车时 还是让记者拍到了画面 宋寒灯并没将洛青芒带回酒店 而是带回了自家别墅 洛青芒醒来时 正好听到他跟导演请假 宋寒灯显然也发现洛青芒醒了 他侧头看了一眼 就见洛青芒一脸得意 你不跑了吗 宋寒灯转移话题 你现在好些了吗 导演说了让你休息两天 明天就可以回复 宋寒灯坐到了洛青芒身旁 他想了很久 最后还是问道 你不能跟人亲密接触 洛青芒突然靠近他 语气中带着一丝撩人 我能不能跟人亲密接触 你不是知道吗 啪的一声响 两人同时看过去 挤牙惊讶的手都在颤抖 你说的那个富婆是洛青芒 洛青芒满脸问号 什么富婆 十分钟后 挤牙到现在都还没缓过神 你们两个是真的 我妹妹要知道 他家哥哥嫁人了会出家的 宋寒灯不停咳嗽 洛青芒很是大方 我晚点让助理送一些签名周边 多些令妹的喜欢 挤牙修得上前 那我能跟你合个影吗 我发给我妹 她下辈子一定愿意给我当牛做马 洛青芒看着二人忍不住偷笑起来 不过打闹归打闹 宋寒灯更在意洛青芒的病情 你别看挤牙这样 她可是有名的心理博士 让她给你看看好不好 洛青芒顿时皱起眉 嘟起嘴 你觉得我心里有问题 宋寒灯觉得有没有问题 还要要让医生看了才知道 这时挤牙发话 插一句 心理医生是要配合患者的 要是患者不愿意 效果多半不好 这时宋寒灯有些不自在了 她倾壳一声 你要是乖乖地看医生 我就不跑了 还可以随叫随到 洛青芒修得一个起身 成交 两个小时后 洛青芒正看着猫腰动画 宋寒灯和挤牙来到厨房 怎么样 她真的是亲密恐惧症吗 挤牙表示洛青芒的情况有点复杂 她不仅不是亲密恐惧 甚至还有一些皮肤饥渴症 本来这个我应该给患者保密的 但她说你是她家属 什么都可以知道 于是我就坦白和你说吧 她从小缺乏亲密关系的陪伴 打从她记事起 她的爸妈就没有抱过她 她在学校也不知道该如何跟人相处 没什么朋友 所以这二十年她没有拥有过任何温情 宋寒灯终于被洛青芒攻陷了 她知道这就是喜欢 上集说到宋寒灯知道洛青芒小时候的生活 挤牙告诉她 她对亲密关系特别向往 但是时间久了也接受不了别人碰触 你就是那个她为数不多渴望接触的人 可以肯定的是她真的喜欢 宋寒灯指了指自己 可是我们才认识没多久 难道是单纯的贪图我美色 挤牙黑向了 她这种人会贪图你的外表 我问过她了 她说她喜欢你傻 宋寒灯直接炸毛 我拿傻了 这是诽谤 挤牙猜测 也许是你不知道哪一刻走进了她的心里 不过我劝你一句 你对她来说可能是这辈子都不会出现的第二次救命稻草 所以她紧紧地抓住你 要是你没那个意思 趁早还是跟她说清楚 这样她少受一些伤害 你也少个累赘 如何选择 还是看你自己的心吧 宋寒灯不知道自己的心到底是怎么想的 但是今天看到洛青芒苍白地倒在地上 她的心会刺痛 刚刚挤牙说她一直孤身一人的时候 这种刺痛又出现了 那个时候她只想抱着她 告诉她自己以后都可以在她身边陪着她 这是喜欢吗 这时洛青芒抬头看向她 宋寒灯 我饿了 想吃小龙虾 宋寒灯心再次怦怦跳 她嗡了一声 也许这就是喜欢吧 她就这样坐在洛青芒身边看着她 她这个病也没什么具体的治疗方法 只能慢慢心里疏导 能够好到什么程度 只能观察看看 这是洛青芒伸出手里的虾 你是不是不会疤虾 宋寒灯躲了虾 我不吃辣 洛青芒觉得很是可惜 你的人生是不完整的 宋寒灯问出了她一直想问的问题 我们以前是不是见过 洛青芒侧头 你一点都不记得我了吗 她指了指自己的脸 如果你主动一点 我就告诉你 宋寒灯脸一红 我说正经的呢 而洛青芒可不管 宋寒灯只觉得好辣 连喝了好几口可乐还是辣 洛青芒不地道地笑了 哈哈你是不是傻 喝可乐不是更辣 宋寒灯再次问道 我到底什么时候见过你 而洛青芒却让宋寒灯猜 猜对有奖 接着便去睡觉了 宋寒灯只觉得洛青芒特妖精 接下来的日子里 宋寒灯无时无刻不再惦记这个问题 就连拍戏也不例外 到底什么时候 告诉我在哪里也行啊 洛青芒觉得自己拍的不是拷问戏 而是被拷问 他拿出手机来给你拍个照片 留着以后用 宋寒灯一脸茫然 干啥用 洛青芒直接大笑起来 你猜 宋寒灯又郁闷了 难道是很小的时候 幼儿园 洛青芒倒不对 别靠猛啊少年 难道是洛老师你整过容 不然我怎么会不记得 下一秒他就被洛青芒狠狠砸了几拳 晚上收工后 导演让大伙赶紧回家过年 年初六准时开工 助理发现自家洛老师不在 旁边妹子表示去洗手间了 而此时的两人也在告别 因为宋寒灯得回家一个礼拜 虽然洛青芒让宋寒灯别担心自己 但是对他来说 这七天的假期确实不是那么好过的 在洛青芒最无助的时候 宋寒灯再次出现 这是洛青芒有记忆来 第一次有人陪自己过年 上集说到两人的关系 好不容易有了进一步发展 又遇到过年 宋寒灯得回家 洛青芒虽然安慰宋寒灯七天很快过去 但对洛青芒来说这七天是真的不好过 在他的记忆里过年是没有饭吃的 每次回家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那里都没有人 留给洛青芒只是一点钱让他点外卖 可是过年的时候哪里会有外卖送啊 一年如此 两年如此 以至后来洛青芒都不再打电话不再回家 而今年他回到了父亲家 后母邀了声 这是谁啊 而洛父则是一脸嫌弃 你怎么没去你妈那里 洛青芒淡然道 我已经很多年没回谁家过年了 这时弟弟冲了出来 哥哥快进来 是我一直给哥哥电话让他回来的 而弟弟之所以叫他回来也是有目的的 哥哥你还记得上次我说的那个电视剧吗 我们导演知道了我们的关系 想让你去客串一下 我答应了 洛青芒脸色一变 我从来不演电视剧 你应该知道 弟弟可怜兮兮到哥哥我都答应别人了 你要是不去导演会换掉我的 洛青芒直接拒绝 没有把握就不要随便答应 你们那个导演用人不干净 你最好还是不要跟他走太近 后母不乐意了 什么用人不干净不就吃顿饭 洛青芒解释 不干净就是他捧的演员都被他潜规则过 和这种人吃饭我嫌脏 洛父直接发火 让你陪你弟弟吃个饭都不愿意 还能指望你干嘛 找你为你弟弟铺路你总是推三抖四的 从小我就知道你是个养不熟的东西 洛青芒神色很是淡然 至少我没有像你一样除了打钱什么都不问 我至少还给他介绍了人脉 您今天问我怎么来了的时候我突然明白 你根本就不在乎我这个儿子的死活 要不是用得到我 恐怕连人都见不到吧 洛父那是直接抱起 我是你老子 别以为你是什么影帝就在我面前装老大 要不是我养活你 你早就饿死了 洛青芒承认自己只是洛父 顺便从指缝里露出零钱打发的儿子 从来不会管他会不会病痛 是死是活 你这个儿子连你小儿子养的宠物都不如 你有脸说是你养活的我 他的一生 洛父直接动手 洛青芒早就对亲情失去了希望 他拿起衣服转身就走 他站在大雪下 这个世界太大 大到他无处可去 要是就这么冻死在这里也挺好的 谁也不用在意 也不需要任何人在意自己 手机嗡嗡响起 看我学会了包饺子 等回去我就亲手包给我的大宝贝试 洛青芒嘴角一扬 眼泪止不住的流 他呼了一口气 然后给宋寒登发了条语音 宋寒登 我想你了 两个小时后 宋寒登出现在洛青芒的视线里 那人不停朝他奔跑而来 说是不敢动那是假的 洛青芒扑进宋寒登的怀里 两人紧紧相拥 宋寒登 你来救我了吗 宋寒登贴了贴他的脸 不要怕 不管你什么时候需要我 我都会马上飞奔来到你的身边 那是洛青芒长那么大 第一次有人陪他过年 也是第一次在过年的时候感到温暖 我呢 母女 我永远 我